晚安 今天我们要求 不 邀请 邀请 是不是要求 有叫是要求 一三一甲 对对对对 邀请许久不见的孙大千 大千你好 哈喽大家好 姐姐好 各位网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最早叫我姐姐长姐姐短 就是这个甜嘴 就是大千 因为认识了二十几年 就是从二十几年 已经叫姐姐了不是吗 对对对 她嘴巴很甜 她还二九三十了 她就姐姐姐姐 那时候她的头发 你头发为什么剪这么短 她那个头发 那时候还要梳油头对不对 因为让人家看起来比较老 我看过你的 就是刚洗完头 你是那个整个盖下来对不对 可是我们看到那个奶油小生 都是梳起来的 最近上次叫你奶油小生 她奶油小生梳油头梳上去了 那现在为什么剪成平头 因为方便啊 以前是因为 姐姐你知道年轻的时候 你就想让人家觉得你稳重 所以人家你就想说 你才二十三十岁二十几岁 所以你干脆梳个头 这样看起来比较老 可是姐姐现在等我们 真的有年纪了 你就不会想让人家觉得 看稳重啊 你看我们的文案里面 孙大谦博士 我五十三岁了 我就想说 叫阿姨阿姨 我要六十了 不是你只大我一点点而已 那好几点 当年我认识你的时候 你也才刚出道没多久 那时候就叫我姐姐姐姐姐 我说大谦你也有今天了 五十三岁 五十三岁了 对我们两个都有今天了 我五十九大你六岁了 其实对以前就算过大六岁了 那不过我这常讲圣文 小我五岁 他现在也五十几了 对 你知道吗 你家就想说为什么他去留言说 流程厚文仪 老花眼嘛 他也老花眼了吧 我再猜吧 对不对 而且那个打字厚跟喉 就差那么一杠而已 其实很难看得很轻 就是说你写的筷子他两个都会跳出来 跳出来选字就选错了 搞不好正在开车那暗暗的 对不对 晚上就写错了嘛 他不会不知道 活有一三个字怎么写嘛 大谦你跟我们讲 之前很活跃的是浮选函的时候 2020那次总统大选嘛 后来呢 你这段时间在发展什么 这段时间就一直在学校教书了 因为其实姐姐我2016 离开立法院的时候 就已经在研究所教课了 那么2020我自己选完那一届 最艰困选区之后 我就完全几乎都回到学校去教 区块链跟AI的课 所以我这段时间 大概都在这个原因发展 我都忘记了 你2020选什么立委 姐你太不关心了 大同士林 士林大同 那个最艰困的选区啊 最艰困选区有有想起想起来 我当时也真的很艰困 真的很艰困 韩国瑜也不是那么勇啊 不是说韩流起来 哇这个所向披靡 什么都点石成金啊 但是那个时候当然 我们说借助他一些光环是有的啦 我应该要这样讲 但是毕竟那个选区解释 除非今天兰淫市气势大好 就是全面秋风扫露一眼 否则那个选区要翻盘 真的是很辛苦 我自己在那里选过 好累喔 08年的时候或许可以啦 08年那区有拿下吗 当时就是08拿下的啊 就是手续把它拿下的嘛 然后第二次他有联任的时候 就差一点点就落了 就是马的12年连任了 可是手续那边就没有守住 只差一点点 然后接下来那个地方 就差距越来越大 而且我必须说像 像何志伟家族 他们经营的很扎实 而且他们地方的实力很雄厚 上次又输给何志伟 对输给何志伟 那么难打吗 的确不容易 尤其是大事不在我们这里 刚刚就讲了嘛 大环境不在我这里啊 大环境如果在我这里 如果是08年 那当然也许我不用那么卖力 我就过了 那这次又是事件 他内战把何志伟干掉 对 所以其实这一次你说 完全没有机会也未必你知道吗 因为何志伟家族 不见得会挺尖割嘛 所以这个地方 他们就可能会分裂了 那何志伟家族的经营是很扎实的 他是从那个里长都是他的助理 他助理派出去选里长 议员是他嫂嫂 就这种一层一层的拉上来 所以我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选举的时候 我可以强烈的感受到 他们在那个地方的组织很扎实 所以如果今天空气票倒了 就是你说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 在大的风向倒到蓝营这里来 那么当然你说游淑会有没有胜算 他可能可以一搏 但是所以现在那个局势还很难说 我在想说尖割现在一定是在全力的修补 他跟何志伟之间的裂痕 那怎么修补啊 我不晓得初选难免的 不过我跟何志伟也选的还蛮开心的 因为他是我小学的学弟 所以我们两个选的很开心 就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互相攻击过 我们两个见到面总是彼此拥抱 然后大家都很开心各选各的 我刚刚跟大千 我们今天就不要照本子来了 对我们都聊天吧 我刚刚跟他讲 因为我碰到好多人他们都很后悔 就是说如果当初韩国瑜不要那么急的话 如果这次是韩国瑜那就不一样了 那大千我们看那时候是 谁是韩国瑜辅选大架里面应该No.1 不会啊在我前面还有好多 俗华 对吧俗华 浅秋啊 浅秋 对不对 这些都还在我前面 你算是测试型的啦 反正那时候就跟你们对骂吧 没有姐我们两个没有骂哦 他不能骂我 我记得 姐姐你骂了我之后我就打电话来给你 跟你说姐拜托不要骂我 他提指了你现在讲讲嘛 当时候以你的对政治的理解 那时候他执意要选的话拉不住啊 对啊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只是站在朋友的角度来帮忙嘛 所以当你的好朋友才要站 你也只能够全力以赴帮忙 你要说什么 就是我也给了他一些建议啦 只是说因为当时的那个局势 就是有些建议并没有被采纳嘛 对啊 你刚才说什么 你说什么 你跟韩那时候选什么 有啊 我当时有在辅选阵营有提过 就比如说我们要 如果要提早离开 你总是要把高雄的问题做一个清楚的论述 就是说你的正当性是什么 为什么你当选没多久之后 你就要去选总统 你总是要有论述啊 那这个论述必须要建立起来 我也不觉得很难啊 其实就像侯友宜现在状况是一样的嘛 就是他的状况不是跟韩不一样 他状况是他四年前 大家会觉得他袖手旁观见死不久 那你也可以有个论述说 你四年前为什么要做这个决定啊 就是我是觉得选民要支持你喔 他总是要有一个支持你的理由 对 你总要给他一套说法 这说法也许很磨弱 也许很勉强 他会觉得说至少你有说了 不能当做没有啊 就是当做没这回事的话 当然你就很难了啦 那更早之前有劝韩吗 你说谁 你说辅选 郑云成军以后 你有劝他要针对什么什么什么 要跟选民该道歉道歉 我说更早之前 你说更早是什么 就是在他没有决定之前 我要帮他的时候 他们已经决定了 所以我是属于那种 已经决定了之后 但是还是要危机处理 就是说有些事情还要处理掉 你会建议嘛 这个是常识啊 如果你帮他 虽然你也许不认为他应该选 可是他要选了 你要帮他的 你的建议应该跟我是一样的啊 我不要给他建议啊 弱点在哪里 要把他防好 这样你不要选啊 这样选一定很惨啊 你就是不听啊 你仔细啊 有人忙着生 有人忙着死啊 这种人就不要帮啊 是不是 你帮你投起了 你就跟他一起沉沦 不是吗 所以我就只能跟他一起沉沦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被骂的时候 我就一起跟着被骂 不过 不过 不过没外来 为了好朋友啦 两肋叉刀不要剪 就是说他 沉浸十六七年 是 诶 变天耶 高雄都拿下 而且对的是陈其邁耶 啊 几个月就 新元毅嘛 就要启动 要去选总统 你说一般选民 他觉得被判耶 他觉得我投票给你耶 这个东西 奥不过嘛 诶 这样会不会太清楚 奥不过 奥不过嘛 然后我们这样的 对不对 好 那应该要选嘛 要选你要看大环境 大环境又不利嘛 对不对 这样他本身 一直被爆料嘛 不 因为那个局 其实 应该这样讲啦 我事后的了解 就是说 其实当时 党内还有一些状况 他原本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就据我了解的 就是他原本 他原本可能没有要动 他一定说被动 我是被动 是人家要被动 因为他原本可能 他跟猪有见过面嘛 所以他们原本 其实可能有一个 摸动程度的默契 他原本并不是这个意思 可是因为当时 吴还有郭的跳进来 然后吴的党的操作 所以他有一点 我是觉得他当然 他自己可能也起心动念 另外一点 他也有可能被逼上梁山啦 就是说那就战了 那当时我在帮忙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可以讲的 事后的内幕 对 就其实 因为我们一直都在看民调 所以那个局势 就是国民党 没有人比他好 就是当然你说他不见得会赢 可是其他人更糟 就都比他弱很多 对 然后那国民党的盘很小 姐姐你还记得 你那时候前段时间 那个时候在20年专访 之前专访 我说我在推国民党的改革 你还记得吗 我那时候在讲说 国民党如果不转型改革 我们没有办法重生 在我的广播 在你的广播里头讲的 我说我那时候本来说要选的 我说他们都不要选 我来选好了 就是因为你看不到改革嘛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你知道国民党的盘 比韩的盘小 就是支持国民党的人 比支持韩的人还少 当时是这个悲惨的局面 所以那个时候 我在看那个盘的时候 我那时候看民调 为什么我认为说 韩还可以一搏的原因 是因为沙卡多 就是我们没有 一对一胜选的实力 可是我们有相对多数的实力 那个沙卡第三角是最重要的 所以柯文哲一定要选 所以我们原本的判断 都是柯文哲会选 就没有想到冒出了一个郭台铭 那郭台铭说他要选 柯文哲就显然他让了 所以后来你看 郭在党内初选完了之后 他没有收手 他没有见我们 然后他持续的在动 然后所有的系统都在动 那批我们也从来没手软 我记得我那时候 被永明基金会那几个骂的 真是铺天盖地的 他们都在批 不归我 那时候不认识 不认识 你不会骂我 你都骂别人 你不要骂我 骂你 你没有骂我 你去骂韩就好了 骂你 我还没有大咖大让你来骂 结果后来 后来这发生什么事情 你知道吗 结果后来 我那时候还记得我跟韩讲 说算了 我忍一忍好了 我说只要郭愿意选也可以 因为这个民调看起来 就是郭选了 我们还是赢 因为他们拿的大部分的选票 都是蔡英文的选票 就是他大概 从我们这边拿走的票 大概几%而已 可是蔡英文那里 因为这 柯文哲或者是郭台铭选 会少掉12%以上的票 蔡那边 蔡那里会少掉12% 所以后来 我就跟他讲说 我们就忍着 让郭骂 没关系 只要他选就好了 结果没有想到 我还记得那一天 我在国外 9月17号的晚上11点 我忽然接到了 台湾打来的电话 记者打电话说 郭要开记者会 不选了 那一刻我就跟韩说 我们输了 因为我们就没有 一对一的实力 就是韩没有这个实力 国民党更没有这个实力 所以那个局其实 后来的发展 就是我们当然 就很努力地继续打 就是为了要守住立委的盘 那你们现在是 推给郭了 不是 我觉得也不是推给郭 我觉得那是郭自己的决定 他要选不选 只是我觉得就是 你知道有的时候 时代的变化就是这样 你很难回过头去说 当年如果怎么样 就怎么样 当年韩就不要选 对 这些都已经发生了 才选上市长对吧 所以其实 当时的那个局 我是坦白地跟杰林讲 就是说当时那个局 我大概看了太多民调了 所以你说如果不是韩 其他的人 他不会高到哪里去 那总比 我跟你讲 人就是这样 韩最大的问题 当时的状况 我觉得最大的后果 就是韩承受了数的后果 他受到了最大的伤 但你看他后来罢免的时候 其实罢免案的时候 我也有劝过他fight 我是劝他 我是劝他就是fight 就是至少你要清楚地讲清楚 说好我们在高雄 我们要做什么 然后当时城局的那些案子 通通把它拿出来讲完 你就是民进党 你现在是为了报复我 还是因为怕我掀你们的底 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我拉下来 他fight没有立足点 没有正当性 但是至少 那如果城局这么肥肋 像你讲的 三千二五千个天空 对 那你克正一分一秒都不能浪费 你还跑去选总统 你自己落跑 你回来就说 我选不上了 我后来重来fight 我回来fight 那你先前那几个月去哪 我现在跟你讲的是说 你现在讲的都是最初 那我身为他的朋友 我只能够在 你们已经偷袭了 我只能够在现有的状况之下 我给他一些建议 你知道这样做 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其实 就是当然了 你说历史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那当然很多事可能会不一样 可是时光不能倒流 不能倒流 其实我第一支箭射出去 就是孙大千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五月 你好像发了个五点 应该是五月二十五号 记得没错的话 那六月 你也没事了 你也没骂谁就是了 你那五点就是 他一步错步步错 那五点就是不是这样 你懂吗 看了就说他斗不进去 斗不拢了 这五点不会带他起飞 这五点反而就是 往下沉沦的 其中的开第一枪了 我觉得孙大千 我当时还称赞你 孙大千那个脑袋 那个志多星 结果到现在这个五点 但是 这五点 我可不可以讲一下 反而会害他 你还记得 平反 应该这样讲 我们只是其中之一的幕僚 所以你觉得我一个人 会把那五点写完吗 所以我只能这样讲 我有听说也是综合的 所以你应该说 我是那个最后 他们讨论完意见 我是最后润稿的那个人 我跟你讲 所以但是没有关系 我后来从头到头扛了 我从来没解释过 我觉得既然要帮自己的朋友 兄弟 所有的子弹我来挡 对 那我也保护住其他的人 是 对 那个美论 还是什么 L E U N G 黄到底是挺绿 我跟你讲 我从来不会忌讳谈 什么韩 像现在的郭 柯 猴 我也不用去炒端 什么跟猴原先怎样 我就不用去讲 当然是敢讲韩 像黄绿景如碰到我 也是跟我讲一样的话 私底下劝他不要选 那天怎么拉都拉不住 对不对 没有人 你说黄绿主委 对 没有人否定韩国瑜 他2018那一战 你知道我看那个 陈菊那时候发言 我觉得这个人 这个真的 就绿的角度 可能要防 然后觉得他真的有不一样 他胜选以后 我访问不管是黄伟哲 还有访问绿的 他们都觉得 哇韩这一咖 他有不同的特质 我忘记他们讲什么 就大概这一类的啦 结果没搞几天 show hand 对不对 我在说 那现在很多人 拜选之后 你看叶仁芝 拜在哪里 拜在代职参选 是不是你 那个齿轮 我们说你一不卡好 他就整个就乱了嘛 像大倩你有建议过他嘛 代职参选怎么处理 要不要跟那个 高雄市民讲一声 抱歉 为什么要抱歉 其实就是如果时光 就是如果时光倒流 我一定把它做得更好 但是问题是时光不能倒流 所以你也只能够把它当作个历史 来聊一聊 像你讲的那五点三明明 如果今天不是在你这里 我从来没有讲过 不是出自你 不是五点 不是你孙大千的一句 所以你要讲说 对你要讲说出自我也可以 因为我是最后把他送出去的那个人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 他必然一定是一个共同集体的意见 所以我一个人也没有办法解释 你也有口难言 你也不敢 不想跟我对啊 对不对 我就觉得扛了 没关系 因为如果我要帮朋友 不就是这样吗 就是当年你看过我怎么帮宋先生的 对啊 我要帮 我就万箭穿心 这就是做朋友的道义问题 对 什么绿的蓝的 我跟你讲就是这样嘛 对不对 好 这个认识正式 我不会像你们一样 我也不客气 我学以前的朱学盒 有时候会跟你们干 对不对 不是你那个脑袋想的 妈妈36年记者 我跟你想的一样 我认识这个认识那个 这过程怎么样 只是没有讲出来 妈妈把它包打到绿的 干 对不对 不是绿的啦 不是你不要那么乱扯 我认识 大家在谈政治 大家在谈内幕 大家谈那个过去 你在那边蓝的绿的 不要来少来这一套 一下说我是蓝的 一下说我是绿的 对不对 不要少来这一套 当年宋先生就说 你要很挺我们的 对嘛 所以你要看嘛 所以你没有什么颜色啊 不管嘛 我不是你们自己人嘛 你放任就是你们这些韩粉 霸凌别人 可以吗 我就给你干了怎么样 这不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我不怕进来谈 我也不再回你们这些人了 那可是这一次 你们又会讲 是不是变了 不是 韩国瑜这一次 因为他败选之后 以这一次他的角色 你觉不觉得他是 适合做统哭的人嘛 他不 你如果把他只是当啦啦队 摇旗呐喊 或意思意思的话 那就太浪费了嘛 他还是一张牌 后面还是有韩粉嘛 你呼吁希望他出来做统哭 他是适合的 对不对 可是姐姐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不是我们 我有换人主持 我意思是 我们私下不是没有跟 我们自己的朋友讨论过 他适合 他不应该 可是你知道吗 以国民党这种匠纲文化 他这个时候出来当统哭 那他也是降纲啊 他那么算了半天 我的意思是说 所有最后的责任 你能让认为 现在这些人 不会全部都要 让他背这个锅 我告诉你 就是太会算了 国民党搞到今天 就是每个人打算盘 往身上算 你算你的 我算我的 我保证朱立伦 现在打算盘 都是我以后 这个明年1月13号 我输了 我怎么样不下台 因为有个金服冲 当天辈嘛 他们一定 那算盘往身上打 那韩国瑜 就没有办法回了 那么我上次还跟他吵我家 韩国瑜一样啊 我要再回这句话 我可能就被开除党籍 国民党就在 他其实韩国瑜其实没有 我必须跟你说 韩国瑜并没有 韩国瑜他的确 不会排除你的想法 但是问题是 你知道吗 现在他的着力是很有限的 就是这个时候 他算国民党是谁啊 你说他这个副主席 出来喊两句就算了 他谁都不知道 政治人物通常 玩政治玩久了都忘记 为什么要玩政治 你选这个选那个 选立委 选总统 玩久政治 玩久选举 都忘记自己在干嘛了 眼看第一个想到 国民党很多人要逗他 想到说 那到时候谁负责 我会被卷进去 你背后 你们背后 你们要选这个选那个 你们玩政治 背后是人民 背后有很多 你们支持者 你怕这个身上弄湿了 怕这个身上弄脏了 怕这个身上弄脏了 怕身上有一些小伤 那就大家都out 大家都出去 你们玩假的吗 这什么国民党啊 所以你跟文一下 蔡政源跟邱毅 跟赞立文等人在喊啊 他们在喊什么 723之前就在喊啊 救国民党啊 救侯啊 他们喊了我也喊了 但是重点是说 但是重点是说 我们这样做撒盘推验嘛 如果说要喊出来喊 喊怎么喊啊 你先设计一个桥段 他怎么喊 他就出来参加一个专访 说我们要整合 可是没有理甩他 要去运作啊 你又不是不知道 国民党类的人 不是我告诉你 现在的当权的是谁 他也不一定会甩啊 他要出来一定出得来嘛 怎么会出不来 他723之前就应该出来了嘛 不是 你知道我们做节目的 不是我个人意见 你知道我另外主持一个节目 你知道多少那个韩粉 还在那个台后面 每天在希望他出来 我知道 有的是希望他跟谁搭 有的是希望他做恐怖 很感动也很感谢 王潜秋做到我也在这边讲 那讲来讲去那整合 那谁适合 郭不适合 我也敢讲 为什么 我现在已经参赛了 然后我民调是第四名 我出来就是 没办法成局嘛 今天如果三个人 你们是球员 你们是要在赛道上的 有一个outside 一个第三者 公正的第三者 他来呼吁 呼吁 然后他后面最大的资产是什么 后面有武器嘛 有庞大的军容嘛 那他有说服力 就是要带枪 带枪进场 我不是孤身来为博美名的嘛 我后面有韩粉部队啊 对不对 你们如果愿意 这一局大家都愿意 为了菲律这样子 大家团结的话 至少我们 我挺 后面就挺了嘛 郭粉里面有很多韩粉嘛 过去的韩粉嘛 姐我一定请他看一下你这一集 然后 他早就看书郑逸文的嘛 七二三之前就要有人出来 你猴这么低 你说那换掉他 那谁行谁行 没有 很多人出来 未必打得赢 但是你这一局如果有一个 把国民党的士气打起来 化身为战斗篮 你还可以救几只小鸡不是吗 你这次赢不了你下次可能 而且整合成功的话 其实还未必会输吧 就如果我们真的整合成功 就是跟民众党整合成功的话 其实还可以一战 对不对 现在显然看起来民众党 并没有在立委选区 烽火提名 所以某种程度来说 对兰赢的立委选将来说 只要整合成功就是有帮助了 大千你回想一下 这边请教你 你仔细想一想 你们国民党从哪边 哪时候开始走下坡 这种多伤感情的化解 那你来你什么都不讲 这伤感情那伤感情 你讲什么 那我讲 我讲了出去马上就被骂死了 不是 我看 白英九是盛逝吧 08年选得很好吧 对我觉得 然后呢 我已经把你开一个头了 我觉得我们从什么时候走下坡 我觉得从12年 国民党再次盛选之后走下坡了 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的人觉得大势底定 江山都在他们的手上了 所以他们 我觉得他们的刑事风格在政策制定上 还有很多问题处理上做的都不够好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政所税 对 那个时候你知道国民党内我是反对政所税的 我为了反对政所税 我被马总统身边的某一个人很讨厌 因为觉得我不听话 你们确实不听话 然后我那个时候被骂得好惨 我记得那时候 那属落是不是你们那个 对什么大劳 对什么大劳 一大堆人 一大堆人在骂 就是骂这个问题 就是骂说我们是什么 国民党内的什么牛鬼蛇神 骂我们这些话 可是因为我那时候 反对政所税的原因很简单 因为其实我们已经有收额证交税了 我那时候就知道说政所税 它不会让 不但不会让你的税收增加 你公平政策也不可能会达成的 然后会把资金全部赶走 因为大家你知道 一收政所税的话 所有的股市这些资金 大家会怕说被查那个资金来源 所以原本我们希望资金能够回到台湾 投资台湾的那个布局就会破局了 结果你看那个时候我记得 政所税那一次 我的感触很深了 然后过了 过了之后实施了 推不下去 我还记得他当时过的时候 我同步在立法院提了一个案子 是反对的 就是我反对要费政所税 我也做了一点修正 就是證交税做了一些调整 可是不要科政所税 当时这个案子没有被接受 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 我在反对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还被某大报出社论骂我 结果我这辈子没有被某大报出社论骂过的 结果那一次被某大报的社论骂 那你有剪贴留起来户背 那时候很伤心 结果后来半年 才半年 我们那个时候因为政所税 我们政交税短收了1000多亿 然后后来你还记得吗 半年的时候 马上又要转回来了 妙了 那个时候为了要尽快修法 立法院没有法案在里头 如果要再提新的法案 要走流程又要一两个月 只有一个法案 就是孙大千的版本 所以忽然之间那个某大报 又把我登在上面 我某一天早上就看到那个大报写 什么马总统下令 什么今日一定要通过孙大千版本修程案 那我就觉得说那个过程其实 我认为在政策制定过程上 太过于孤民钓鱼 就太过于要急于求功 可是你却忽略掉了 你说古时候人家讲 治大国如彭小仙不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从那个之后 你仔细回想 从那个时候开始之后 马王政争 对不对 这件事有必要处理成这个德性 马王政争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那更不要讲说 那个张醒奥的共铁案 那是更妙的一个乌龙案 然后到后来的年终慰问金 你不要略掉 他就一路过来 那谁弄的 还不是金斧冲弄的 那你现在国民党 又找他回来做操盘手 侯友又找他 侯友是太怕 想起是不是 我不懂侯友为什么要找他 其实他没想 你侯友是跟国民党太不熟了 还是怎样 你对这过往历史 你太不知道了 怎么样 对不对 我是觉得说 其实金斧冲 他也许很有战力 可是前提是 他的产品是马英九 说难听一点 如果当时是我复权马英九 我也是百胜将军 对 我的产品如果是马英九的话 我有什么好怕的 我好怕的 你就躺在那个 long stay的那个车里面睡一觉 下一站了 好再跟着去就好了 这有什么 所以你知道吗 现在侯友宜的局面 其实他需要的 不是像金普冲这样的人 我觉得他需要的是 在逆境之中作战的人 而不是在顺境之中作战的人 所以你看他出来之后 我看起来并没有 并没有给侯友带来太大的帮助 对 而且其实你知道 讲到这一点 我会觉得侯友宜 有点可惜的地方是 他没有看清楚 他为什么会落后 我觉得侯友宜 他有先天跟后天的问题 他先天的问题 不是他的错 他先天的问题 是他背了国民党的包袱 这就是还是我讲的 同样一件事情 当年20年以前 你访问我的时候 我就跟你说 国民党不改革 我们不可能会希望 明天睡一觉起来 忽然我们的形象就变好了 可是他跟神父熊们 他们觉得 推他就会赢 你看神父熊把他讲 捧成什么样子 金国充好像也是神父熊建议的 不是吗 他在节目上建议 不是说他找三个人吗 什么金国充其中之一 谢龙介说是他 每个人在讲 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说 我觉得侯 他身上背的是国民党的包袱 当然这个包袱 其实还蛮重的 你看现在的民调 你不难看得出来 其实 但侯的民调可能还更低了 可是我不跟你讲 20年就算韩 他当时有韩粉在背后支撑 他还比国民党大 更不要讲说 你现在侯可能只剩下国民党 所以国民党在萎缩中 那第二个问题 我觉得是侯自己的人格特质的问题 就因为他过去 他总是没有跟大家 站在一起并肩作战 这就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就是你当年不跟人家 两类 不为人家两肋插刀 你现在叫人家替你肝胆相照 人家为什么要肝胆相照呢 所以你当时不愿意替大家付汤到火 你现在叫很多人来并肩作战 人家就不愿意来了嘛 所以我觉得 我那时候有在公开劝过 我说侯应该要思考的是说 他要有还是那句话 就像我刚刚跟你讲 喊多文章 你要有一条论述 你当年不管是什么理由 你都可以讲一个故事 说为什么 我当年在2020的时候 我没有出这么大的例 我背了什么样的牵制 我有什么样的考量 你说侯啊 对 我觉得侯自己要做个解释嘛 你们那时候有感觉侯就是这样 问你最清楚 对啊 姐 你不用我感觉吧 你自己不是有在看吗 你那时候除了在骂我们之外 你也有看一下局势 那侯其实是 当然你们阵营最清楚嘛 他新北市四百万人口嘛 国民党所有当时执政的县市长 几乎都做了我们竞选总部的主委 你看过国民党的选举嘛 其实这种竞选总部主委就是挂名而已 他连挂名都不愿意 有去请吗 谁去请的 都去请 他怎么不愿意 就是不愿意啊 就是说要行政总理嘛 所以后来新北市那个时候挂 我记得没记错应该李乾隆挂 所以这 不是 这种东西有解释你知道吗 我觉得重点是在于说 那为什么呢 我不懂 卢秀燕有挂吧 挂 卢秀燕不是常常去跟着 你不要说卢秀燕挂 连林芝妙都挂了 连林芝妙都挂了 张丽善都挂了 全部都挂就他不挂 对 所以我要讲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那他就埋伏在这一次了 不知道 但是我的意思只是说 我的意思只是说 你 台湾的选举也变了 就结 你知道吗 当我当年选举的时候 那种什么大佬 可能很重要 一个大佬的话 喊两句话 可能就很多人跟着他走 因为那时候是个蓝绿对决的时代 那个时候你在跑去 你最清楚 那个时候几乎是年轻世代 跟中间选民很少关心政治的 可是现在时代变了 现在谁都喊不动谁了 你说我孙大街 现在去喊说要自治侯友宜 我能不能喊三五个 我都怀疑了 因为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嘛 爸爸都喊不动儿子 那时候三请四请五请 侯友宜怎样就不要 怎样就不挂名 连挂名都不愿意 也没叫他动嘛 动他李前荣会动嘛 我不知道 那韩怎么反应 我没有问韩 他不是凸子汗子燕子吗 我没有问韩 但是我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 不会只有我们知道 因为媒体上都看到 那你们有同搜地看吗 关心 内部 关心 那个时候已经打到最后关头了 你没时间管 谁要挂谁不挂 不挂就不挂了 不挂我们就找个人来 反正就是挂而已嘛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不是这个 我要讲的重点事情 你知道吗 你说韩 对韩可能说 擁荣大度 没关系算了 就当做没这回事了 现在一起为了党 为了国家拼命 你要拥抱我就跟你拥抱了 可是选民不是这样子的 不是说韩说我原谅了他 选民就原谅了他 你懂我意思吗 我觉得选民会觉得 有背叛的感觉啊 就是当年 当年那一战就像你讲的 你说这些韩本 他们可能是风里来雨里去 打死不退的吧 那一种水淹到膝盖 他们站在那个现场 满脚泥泥 从来没有走开过耶 那难道这些人心中 没有感觉吗 我在前线做 我们在前线拼命 那你在哪里呢 除非你不选了 你在哪里 然后接下来就好 这一次就算了 四大公投再来第二次 对四大公投 全部的人都聊了去 你先不管那个题目怎么样 就是你也可以支持 其中几个嘛 比如说我那个时候 为了保护桃园的那个藻礁 那是在我的桃园 我为了这件事情 我去扫菜市场 去做文宣 我现在这个口罩 还是我当年 为了保护藻礁做的耶 你知道吗 守护藻礁珍爱地球 那时候在我四大公投的时候 我去做的 你们也跳出来了 我都跳出来去扫 我那个时候是个nobody 我问谁 就是那时候没有 就是士林大同输了以后 对 我那时候 就已经没有管这个事情了 那跟着韩那次没有选上 也出来了 我那时候跑出来跟你讲 岁月静好啊 对 你懂我的意思吗 所以我那时候 如果今天我是猴的幕僚 我第一时间的建议不是这个 我第一时间的建议 不是这个 我第一时间建议那个 找一个配合的媒体 做一小时的专访 把过去这个故事讲清楚 先告诉大家为什么 哪怕你要道歉 哪怕你要这个say sorry 哪怕你要做任何的解释 都要先解决 那你的解释可能很薄弱 可是再薄弱 也不会比那个郭台铭 年少轻狂薄弱吧 那郭台铭那个年少轻狂 讲完人家不是这样原谅他 不是年少轻狂 年轻气盛 对 年轻气盛 两个句子很像 但他年轻气盛 就是年轻气盛 但是你说年轻气盛 人家也接受了 所以我觉得其实 其实这个不难嘛 但是我不懂就是 他也新北市市民也得罪了 他一直没有绕过 你知道姐你知道吗 我觉得他一直没有看到 那个癥结点 就是说你的癥结点是这个 那所以这些人呢 因此他就会对你有意见 他可能心中会觉得被背叛 他就那我应该支持柯文哲 我周围有很多基层的 藍营的干部 我去拉 怎么都拉不回来 他们跟我讲的都是同样的话 我当年下去 我为什么现在我要去投 这样子啊 所以我就一直觉得 可是因为你知道我跟侯真的不熟 而且侯正营其实也不是这么 这个他某种东西蛮封闭的 就是他就是一个 以新北市他的干部为主的一群人嘛 所以我也没有办法 直接打个电话给侯伟 跟他讲说 你现在要不要干脆这样搞一下 先解释一下会比较好 所以我觉得这是他个人的第一个因素 他个人的第二个因素就是 他必须要让人家觉得他有治国的能力 对吧 你今天讲大白话 没错吧 就是你要让他觉得你有个治国的能力 所以你在论述上 我觉得他要再做更多的训练 你讲的很含蓄啊 那你应该像那个GB Chen 直接考他你这 怎样怎样那怎样 最近不是他上个节目 还要带两个保姆 哎呀真的是难看 所以我才讲 我说 就说好啦 差多少 我应该要这样讲 那当年 不要讲谁 你跟过了老宋也可以拿来比 国民党内那些人 当年是怎么嘲笑韩国瑜 说他是个草包 那现在这个 他草包吵不起来没草 这个状况怎么办呢 所以我说 我说你这个东西是幕僚团队 必须要做好的training 我记得像联主席 你还记不记得2004年那一次 就是我都记得 联赞跟宋淑和 你还记得吗 记得 2000年的时候的联赞 跟2004年的联赞 完全不一样 对 为什么 联赞在2004年的那一战 他是下定决心的 他每一场是背稿 我站在他旁边 那我站在他旁边 那时候我们是辅选 那时候宋先生不是跟他搭吗 我在台上看联赞讲话 我很感动 他从头到尾背稿 没有赤鲁斯 他背稿 年纪这么大的长辈 不是看稿 他把稿子背下来 下一个演讲 他才能够表现 你还记得那时候联赞 整个演讲的时候 气势跟以前就是完全不一样 这个小事我不知道 他是用背稿子的 他那个时候背稿子这样做 他下了多少苦心啊 那我觉得 就是要赢了 就是你就是要赢了 这次一定要拿回来了 对 那你侯友宜 竟然磨刀磨了个这么久 就是你说前几场战役 你都是为了磨刀 先去磨的 没关系 那你就当国民党的救世主 这次出来拿刀砍一起 可是你现在拔刀看起来 所以我们那些来营的 西城的立委 我那些同仁每次碰到他 聊这件事情 那到底侯友宜 为什么当时名叫这么高 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以为 他是那个你知道吗 不出事的武林高手 所以一出来就什么 什么震惊四方了 或许他不那么难 是不是跨 我不懂 但是我觉得其实 跨到中间浅蓝率 非常难 现在你说要拉起来的方法 不是没有的 我刚刚讲的那三个问题 所以第一 在国民党的身上 国民党自己要做 如果你真的想要拉侯友宜 国民党必须要有大魄力 第二你侯友宜的这两点 其实不难 就是把当时的事情讲清楚 然后跟大家做个解释 随身拍摄 公开跟所有来营选民说 对不起了 就是我当时做得不够好 真的很抱歉 不就这个情绪 又稍微化解掉了一些 什么时候就是公投一个 还有就是当时没有挂 连挂名都不挂名 独选 有这么多多累 对 雷丽 我要讲的是 所以你看后来 包含他自己的能力问题 这也不难吧 就不跟你讲了吗 连主席都可以在四年之内 蜕变成这样了 你自己跑过那时候新闻 2000年的连战跟2004年的连战 判若两人 那侯友宜也可以 不是 我觉得 那时候侯友宜 岁月静好的时候 我在台面上评论 所以我是通透 我也跟大家讲 那时候我是为他辩护的 为什么 你做一个新北市 我们是新北市民 你做一个市长 你就好好做 你不要去搞那个党务 对不对 他是说得出 一篇道理的 可是偏偏 你说好好做事情 你还不是跑去选总统呢 他连新北市民 有人二次投给他 他连任115万票 连这边的也辜负了 有些人不在意 但是有些人叫他 你 你因为你要不要好好做事情 岁月静好 韩国一选的时候 就那个动不了 不是把那个影片播出来了吗 说 哎呀好好做事情 这样子 你就不要出来选 对 或者是说你真的要出来选捷 还是回到我当时去劝 韩生事长的话 那也要有一套说辞 你好歹也要有一个说辞 解释一下嘛 对不对 说我要做什么 为新北做什么 但是其实我不懂 就是他有一个团队 他不是没有人 那这个团队 而且你还有一群复权干部 那怎么大家都 没有把它规划好 他也没跟新北市民讲啊 他现在那个陈世轩跟他调说 那你到底在选总统 还是你到底在当市长 跟他调说你请公价的价单 他说难道吗 你要跟这个疫苗一样 封存30年啊 到现在也没拿出来啊 对不对 这脚踏两条船 对 包含一下核四的立场 对 其实 他当时是因为反 他当时因为反 他现在说要以核 不是以核氧绿 他现在是要说 以核肺酶 以核肺酶 以核减酶 他要做这件事情 那其实以核减酶 不就是以核氧绿 不是类似的概念 可是那你当时 为什么要反对以核氧绿 因为国民党其实也没有说 要引爆核电 他只是说阶段性的嘛 就是慢慢慢慢的 先用核电 然后守住电力供应 然后你发展绿能 然后你再取代 当时不就是这个题目吗 所以我也没搞懂 说实话 所以你说 我们是没话讲的 我们是国民党的一份子 你叫我不管 对侯友宜怎么样 我一定挺他到底 因为我是国民党的一份子 我不可能 我没办法 那这样不唯心之论 每个人都精神分裂 这也倒也不是唯心之论 刚刚讲那么明白 但是我觉得 这是身为一个党员 而且我是党内的民意代表 干部我的责任 所以我可以去劝 我会尽量想办法 公开私下的讲 讲真话 希望他能听到 但是如果你要问我 这票是投谁的话 只要侯友宜要选 我还是只能投他 那你怎么这么 narrow 现在不是都已经在讲整合吗 那就是整合 那整合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在推整合 所以我是公开推整合的人 讲讲 我认为这一定要怎么 因为其实你看这选举就是数学嘛 这选举没有什么好讲的 赢一票就赢 输一票就输 没什么好啰嗦的 一翻两瞪眼 那你要赢 你就要赢人家才行啊 那你现在看到了赖清德的天花板 大概就是40到45 我给他估高一点了 45好不好 那反他的大概就是55左右 55不多 所以你55如果再分三块 你就不用混了 不用玩了 对完全就是 他就是现在就垃圾时间了嘛 就他就保送当选 我们大家就出来 随便打打球 让那个反正球员上来打一下就好了 选那么辛苦干嘛 对 所以你要知道 就是说 但是你说现在有没有可能翻盘 有可能 就一定要整合 所以这个整合 这条路是必须要走的 那么 以前在党内 因为现在在党内 当然还有很大的压力 好像你讲整合就是要投降 我常常 我每次讲整合都被骂 都被网军骂 刚开始啊 现在还在被骂 就是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放背弃侯友宜什么 我说 整合 谁说输的一定是侯友宜呢 我们有点信心吧好不好 整合又没有说要给柯文哲 整合就是说 我们大家设一个底线 在这个底线之前 我们再做一次民调 就像当年的柯文哲 这个姚文字模式一样 赢者的人就去选嘛 那搞不好是我们赢啊 那为什么 你都还没有整合 你就想就是让给柯文哲 大先生我先问 是什么样的理路 让这些人认为说 我们这样带着钢柜一直选一选 然后侯友宜 他会往胜选之路上走 而不会像你这样看得明白啊 你至少六成三个人都不够分 太正确了 我也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想说这些人 不是百胜将军吗 这些你们周围的这群人 不都是很有选战经验的吗 这其实是一个ABC的问题 是一个简单的数学问题 就是侯友宜加柯文哲 加起来勉强可以跟赖清德一战 那你们加起来之后 可能还要再花一点时间 消化彼此的支持者 因为这个一加一未必会等于二 所以我那时候 我还提过更公开的建议是说 你还不是只是整合而已 你还要做另外一个交叉分析 就是柯文哲的支持者 如果不投柯文哲 他第二选择是谁 侯友宜的支持者 如果不投柯文哲 第二选择是谁 那为什么 柯文哲为什么会扮演 一个这么大的关键角色 因为他补了国民党的不足 国民党在年轻世代跟中间选民票 这个中间选民几乎全面崩盘 你看那个民调就很清楚了 20岁到40岁 我们真的很低 所以如果你要赢 你就必须要靠柯文哲 各式民票他都最低 年轻人 所以柯文哲补了国民党的不足 那国民党也补了柯文哲的不足 因为柯文哲在40岁以上的支持度很低 50岁以上 60岁以上 对 越上越低 那这个是国民党的基本牌 所以国民党可以补它 所以这两股势力 如果能够整合在一起的话 你就从20岁到60岁以上 都有一定的实力 不要说都赢賴清德 可是这要有一战的筹码 可是你们国民党到现在 不知死之将至 每次那种高高在上老大心态说 哪有我们做富的道理 我也不懂 既不如人我们就当富的 其实也没什么 同意 你同意 我当然就是这样讲 每份民调都没有完定老二 既不如人 我们就当富的 但是我们在最后决战之间 我们还是可以努力一下 对 也许真的奇迹出现了 我们翻成老大了 谁知道 这龟兔赛跑了 谁跑得赢谁 那还要跑一跑看 那操盘手已经放狠话了 挺哲兄那要倒下去吗 哪有我们国民党 给人家当富的道理 然后一副那种古代 拿我们做妾的道理 所以我也不懂 为什么是他来操盘 就我跟你讲 打顺境跟打逆境 不是同一种打法 那就难 对不对 打顺境我也会打 他也可以打 可是打逆境 你可能就要用别的操作模式了 就更证实 猴跟朱本来就有心结 你操盘 你党主席 带着部队帮你操不行吗 他偏偏要去找一个金普冲 这不是到家便闹到底了吗 然后两个战法又不一样 基本上 这我也很难说 反正因为你知道朱主席跟我最近 也不怎么样 等一下我们来谈 所以我也劝不了他 所以我也劝不了他 从来不用靠国民党吃饭的孙大谦 他最近在忙什么 坏掉龙龙酒 你今天很努力 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 这个还没有讲到 你们喜欢的这个部分 好 我先把你的斗电念一下 坏掉龙龙酒 请各位支持 枕木丹仁阿鲁巴老猪活动 枕木今天换枕木了 枕木 枕木会痛 很痛 除非你找朱木 那个已经腐烂的枕木 哇靠 这个般会痛 枕木加油 好啦好啦 Fighting 另外请问数字王国执行董事 选举前 桃园的张善政先生 有说会努力 张雨生重现演唱会 不知现在进度如何 我们现在直接回答了 这个龙龙酒 没关系要不要先演完 我再回答龙龙酒 然后我们等下告诉你 现在这一咖在做什么 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 而且那个 是你可以想象的 这个议题会比较有趣 我们谈政治 谈这个选举都谈烂了 坏掉龙龙酒说 第一 请各位支持 枕木担任阿鲁巴老猪活动 阿姬加油 这个刚念过了 坏掉龙龙酒 二 请各位支持 枕木担任阿鲁巴老猪活动 阿姬加油 他抖那好几笔 都一样的 都是他 第三 都是 第四 第五 而且没有重复喔 我刚后面是重复了 不是我重复念 还有编号 第六 第七 第八 第九 第十 第十一次 第十一次 哇 谢谢龙龙酒 快给面子了 我当然一定会好好回答你的问题 哇靠 你今天大奔放 快给面子 谢谢 哈哈 太震撼了龙龙酒 连死抖 为了出小编 我也要多抖一点 阿鲁巴反抗军加油 今天真的要加油 冷眼 不要用国民党的利益来看整合 对民众党也不整合 可能会输总统 但整合成功 民众党将泡沫化 这个也是深度分析 这个大千一定知道他在讲什么 看看清明党下场就知道 当时清明党还有宋楚瑜 和四十五还是四十六席 大概 对 四十五席 四十五 四十六 第二次是二十五 我记得四十六跟二十五 哈哈 封刀救小鸡 马王政争共谍案 三一九刀刀向内 吼吼落跑去选 先把三一九说清楚 对 对 三一九还没讲 对 你看大数据也是这几个 哈哈 我跟你讲可以去做大数据专家了 大数据做出来就是这几项 还有一个论述 对不对 好 判 判蜀说 侯市政优先 岁月静好这些 潜在还清他们 照孙大千的说法是 还没有 他现在会数落就是说还没有 这是他始终民调低的原因 对吧 胖翻鼠讲的是不是 就是我刚才说的 我来一个一个回答 有关你的 对我先讲胖翻鼠讲的 其实就是我在基层 听到很多来营支持者的行声 就是真的 其实你知道我在我的选区 桃园的巴德大西 我经营了二十年 就算我到台北的大同士林去选 我都没有放弃过那里 就是该跑的一些行程 能够什么中秋晚会什么 我都回去跑 这几年的中秋晚会我都跑 所以我碰到了很多当年的支持者 就是我当然是要帮我有一拉一拉 问我那你要投谁 他们不投的原因都是因为这个啊 那怎么拉 他们就觉得所以我才说很难嘛 就是这个不是我们 他有没有一向是值得拉的 姐不要问我这种伤感情的问题 但是我已经很努力了 我有讲他是铁汉啊 维护治安啊 什么这些有讲 可是显然无法打通他们了 警探故事呢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黄帆鼠讲的其实是 如果侯正英真的认真看一看这个东西 他一定要先处理 那怎么处理 因为你要做整合你还是要 你自己也要拉吧 你不能说一整合就已经先躺在那边 说反正我是输的 是旧恨不是吗 但是我觉得 你远到三一九到两千四年了 如果能够有一套说辞 我认为啦 就来一个选择还是很宽容的 那么 再来就是像这个 冷言讲的 对 隆隆久的我最后讲的隆隆久的 因为我这样讲的比较长 冷言讲的是说对 很多民众党的朋友 我们在交换意见 他们就说合并之后 就会变成亲民党的下场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不一样的 就是如果合并之后 我现在站在民众党的角度 我没有要出卖国民党的意思 免得大家会被网军骂死 我要讲的是说 我如果站在民众党的角度上像 现在整合 我的柯文哲有可能当总统啊 对不对 现在看起来这个局势就是这样 除非你有什么特别的奇招出现 我现在10月就决胜负了 现在已经9月了 那么你11月就要登记了 10月底总要决胜负了吧 那你在10月底之前 如果有柯文哲赢了呢 柯文哲就是总统耶 对 他如果是总统 就算副总统是国民党的 那就算今天民众党 没有到处烽火提名 因为民进党也提不了太多的立委 他现在没有办法在短时间之内 找到这么多选将嘛 那他礼让给国民党 让国民党多数阻隔 但是权力还是握在总统的手上 中华民国说好听点叫双手掌握 他其实就是总统制 总统是谁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此时此刻的整合 民众党不会变成当年的亲民党 因为总统如果是你的人 那你才是吞掉国民党的人 这也是国民党为什么有很多人 害怕整合的 他们可能讲国会席次吧 国会席次解释重要吗 总统是谁 国会席次他如果让得多数党组隔 那国民党跟民众党等于是共治了 那葛奎虽然说他尊重多数党 可是他任命是总统要任命的人 所以我说在这个结构下 如果整合成功 民众党不会变成当年的亲民党 那同样的国民党自己也要有信心 因为国民党内很多人反对整合 是因为这个 他说整合完了之后总统是柯文哲了 我们还剩下什么 我们到时候国民党就被民众党并吞了 国民党的人都跳槽到民众党 我每次都跟他们吵架 我说国民党人如果这么容易就跳槽了 那你留这些人干嘛呢 你留这些人干嘛呢 所以其实我是跟人言讲说 为了台湾的利益来看 我倒没有从国民党的利益来看整合 就是这个整合 其实国民党的人也没很爽 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在党内推也没什么用 但是对台湾来讲 这是台湾的利益的问题 就是你总要推动一下政党轮替吧 你让个政党做八年有什么好处 那你为什么从到尾都没有讲到整合之郭台铭呢 郭台铭也可以整合 但是这个局势如果两个人愿意整合 郭台铭就会进局了 不是吗 就是只要有两个罢了 那排名第三个郭台铭 他没有理由不入这个局 那两个大的双输双飞就好了 干嘛要 我觉得就是所有的能够整合的力量 我觉得都可以整合 他有愿意进来 他现在有十几趴 还有十几趴 哪怕我对郭台铭可能也有一些意见 但是这些都没关系 但是我觉得总是好的嘛 就是多一个朋友总比多一个敌人好 那大家能够志同道合的人 不要自己互相消耗 那大家能整合当然最好 所以两个大人能够整合 但是你那个论述有点诡异 因为我访问一路下来 从礼拜五的蔡振元 他是说抓第一名 因为他把柯当作第一名 以目前民调来看的话 所以侯跟郭要不要入这个局 要不要打 那是他们的事情 那你应该是以柯为本位嘛 然后再去谈整合嘛 那谁高谁低再说嘛 那不然的话 你的这个布局 还是以国民党为本位 没有啊 我本来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我那天听郭正亮提的建议 我觉得也很好 找一些社会可以相信的 没有特殊立场的 反民进党的这些人嘛 对不对 就像姐姐啊 组一个委员会 然后开始大家进这个局嘛 然后由你们自己来决定 怎么决定这个初选的机制 然后什么时候做民调 做几场民调 民调 大家是各自挑抽签 还是用什么样的模式 然后由你们来把关 谁赢大家就认了 对 这个整合不是说由国民党主导的 也不是由民众党主导的 就是有一个社会第三单位 这个大家都认可的 这些意见领袖 大家组起来嘛 我们还是有这些人在的 那防灌票 对吧 然后你就 你做好这个游戏规则 大家谁都没话说 谁赢谁输大家就认了 然后接着就一起往前冲 不要在这种彼此之间 在互相的消耗掉 其实我主张是这样的整合 但是现在现在 同意啊 只是说看什么时间前场 我前两天看到盛文 我还有再跟盛文再讲一次 他说请他务必要向朱主席 转达我的建言 因为我已经都连那个政策 会父亲好像死掉了 所以大家也没办法怎么 转达建言 就像是跟老朱干开的那一次嘛 是吧 对 好 我们等一下慢慢来讲 我先回答一下龙龙九好不好 好 姐 我要回答他的问题 你先回答好 我等一下再讲这个民调 目前的状况 龙龙九 那个我们数字王国啊 你真的是 真的是行家龙龙九 就是我都不想 还有我们还有这么多朋友 注意到这件事 那我们今天的标题啊 对 因为我们 我们数字王国 其实最厉害的 就是我简单花点时间 宣传一下好了 多讲 就是说数字王国 是一家跨国的电影视觉特效公司 那么我们是在香港上市的 但是我们在世界各地 都有我们的production house 或者是那种media lab 就是生产基地 那我们的大本营在好莱坞 所以除了好莱坞之外 我们在加拿大的温哥华 跟东岸的蒙特罗 跟印度 台湾 香港 上海 我们都有各式各样的这个lab 或者是production house 你经常跑来跑去吗 对 就是你会必须 有的时候要跑一跑 好莱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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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数字王国这个公司 是30年前成立的 今年是我们30周年 我们当时成立的时候 就是为了拍内部电影 叫做Titanic 铁达尼号是我们拍的 所以我们得了奥斯卡奖 对 而且我们第一任的CEO 就是他的导演 就是詹姆士卡麦隆 就是我们公司的CEO 那我们这些年来 我们总共拍了大量的 几乎漫威的电影 都是我们拍的 什么复仇者联盟 这些一路什么黑豹2 到现在在上演的 欢迎大家去看那个蓝甲虫 听说我们的artist说 他们觉得做得很满意 所以蓝甲虫是现在在上演的 然后包含在Disney Plus里头的 这些片子都是我们拍的 那我们同时也拍 做了很多玩命关头的特效 所以玩命关头到现在 已经要做第11了 我们现在正准备再拍第11 他们词是刚刚才上了 然后《变形金刚》 因为《变形金刚》的那个导演 Michael Bay是我们以前的CEO 他也是我们公司的CEO 所以《变形金刚》 然后我们得了大概11次的金马奖 这个金像奖 奥斯卡金像奖 然后奥斯卡金像奖 我们得过的有名的片子 大家可能印象深刻的是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就是各位知道 布莱德·比特演的 班杰明的奇幻旅程 就是一般的人都是从婴儿到老 他是一生出来就是个老人 然后到走的时候是个婴儿 他是逆过来的 好可怜喔 最后其实 那真的很难过 很难过 然后你知道 今天在班杰明的奇幻旅程那部片子 班杰明 就是这个 布莱德·比特 只有在他自己的那个年纪 是他本人演的 其他的都是我们的虚拟的视觉特效 就是我们做虚拟人很在行 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 就是我待会要提到的 关于这个张宇森 那我们公司还有另外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很擅长毁灭地球 你所有想到的毁灭地球 电影都我们拍的 我们做的视觉设特效 什么ID4 明天过后 因为我们有很 我们有整个这个洛杉矶 很大什么华府的那个Digital Assets 就是他整个城市的数位的模型 已经有了 看你们怎么搞 你随时可以毁灭它 看你想要炸谁就炸谁 反正就都毁灭 那成本不高吧 对 所以其实我们过去毁灭过地球 大概9次 就有9部大骗子 那我回过头来讲 就是我们公司很擅长做的 就是虚拟人 那其实虚拟人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越来越成熟 他成熟到什么地步 大家如果有看《玩命关头7》的时候 就知道说里头有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保罗沃克 Paul Walker 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因为开跑车出车祸走了 但是最后他还是把它拍完 那就是因为我们用虚拟人把它做 就是虚拟人的技巧 那个时候《玩命关头》的好几幕 其中有一幕还是威达 就是阿凡达的制作团队做出来的 就是用虚拟人的技巧 所以其实虚拟人的技术 现在越来越成熟了 如果大家现在看漫威的电影 其实已经没有零演了 你在路边看到那些路人 假路的那些全部都是虚拟人 可是看起来都像真的 很厉害吧 虚拟人 那你们扼杀演员工会的机会 所以演员工会现在在罢工 所以姐姐你这个讲到重点 我们看记者的时候 我们正在面对 你们这个制造失业率 我们正在面对 好莱坞60年来唯一的一次 不好意思啦 搞电影都搞假的 演员跟编剧都罢工 好然后虚拟人 我们把这个技术应用得很广 同时因为我们AI做得很不错 所以我们在结合了AI跟虚拟人之后 我们第一个成功的案例是 把邓丽君复活 所以你看到邓丽君的复活 它是我们复活的 这个版权在邓三哥的手上 所以邓三哥跟我们成立了一个公司 邓丽君是我们把他复活的 可是我们复活的邓丽君 跟一般大家想象的不一样 你想象说就是3D投影 Hologram投一个人上来唱首歌 就下去了 不是 因为我们有做Machine Learning 就是我们有做AI的训练 所以我们灌进了大量邓丽君 过去的谈话 他的文字通通灌进去 所以他会机器学习 所以我们的邓丽君 是可以回答问题的 就他可以跟你聊天 就我有跟邓丽君聊过天 就他可以跟你聊天 那你觉得呢 很真大 而且他那个声音嘴型 叫做虚拟人不容易 就是有的时候打光影嘴型 我现在讲话的嘴型 那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很大量的 Machine Learning的话做不到 就你是因为有很大量的Machine Learning 所以你知道说他讲话的时候 他嘴型的表情是怎么样 那我们从复活了这个邓丽君之后 我们接下来就希望说能够把一些 大家很想念的经典的偶像 也能够把它复活 就如果他们的家属 愿意把肖像权跟我们配合的话 那我们愿意这样做 所以张雨昕就是其中之一 而且我们正在努力做这件事情 所以有回答到龙龙九 龙龙九 龙龙九什么都知道 你好棒 对我刚看到张雨昕都傻眼了 因为这个在Round Down里头没写 所以这个龙龙九 龙龙九超厉害的 这龙龙九到底是做什么的 对真的太厉害了 龙龙九真的太厉害了 龙龙九你放心 张雨昕之外包含像 什么梅艳芳 张国荣 其实也都是我们很想 帮他复活的对象 就令人怀念 对就是我们那个年代节目 如果说你看到 重新在我面前张雨昕唱首歌 我相信大家都会热泪迎光 那可以重制李小龙吗 李小龙可以 李小龙传现在正在我们好莱坞拍 李安的 李安的李小龙传 李安的李小龙传 他要拍李小龙传 其实昨天那个 他跟梁朝伟那一幕真的很感人 对 梁朝伟真的很害羞 你看他那个 那种表情 我觉得他一个终身成就讲 他的那个反应出来 他 而且他英文怎么这么好 你看你谈电影 就是说我们聊得起来 然后我觉得这才是天堂嘛 对啊 对嘛 所以姐你知道为什么我这几年过得很开心 几乎都没有管什么事情 那你为什么这两鬼 不搞政治 到这个圈子呢 谁把你挖进去 还是你本身 因为我 我不是跟你说我在研究所 教AI跟区块链 对区块链 今天带了一本书 其实上次很多年前 我就问你什么是区块链 你看他现在写成书 是给小朋友看的嘛 对国中高中生 尤其是高中生 那我后来捐给高 陶渊的高中跟国中 每个需要捐这本书 就是区块链入门科普 对 科普 那我过去 这是我去年7月出的书 我之所以要出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研究所开课 教区块链交了很久 那我觉得区块链 是让台湾翻转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都很简单的带入 对 可是问题是因为你知道 台湾现在区块链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是工程师 你无法想象 我看到那些区块链新创公司 他们想要请个工程师 出30万都未必请得到 30万 比个立委的薪水都高 然后请不到 因为工程师太少了 所以我在想说 为什么工程师这么少呢 因为大家都觉得区块链太难了 所以就没有人想要进这个领域 所以因此去年7月 我就想说不行 我写一本很简单的区块链书 因为难的书不用我写了 现在市面上的每一本都很难 那我写一本简单的 让人家看得懂的 那人家愿意看 而且你知道现在的年轻小朋友 像我们家儿子 跟你家儿子一样 他不喜欢看字太多了 他要看有涂花一点 那我挑战你 你可不可以三言两语 把什么是区块链讲清楚 区块链就是一个建立在 电脑网路上的一本帐本 每一个区块就是这个帐本的每一页 我现在手上的就假设 这是一本帐本 每一页就是一个区块 而链是什么 链就是定书针 每一页跟每一页就是靠一个链连起来 你好厉害 所以为什么这个帐本很重要 因为这个帐本有一个特点 叫做不可篡改 那不可篡改 就解决了我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在网路世界 数位平台上的价值传递的问题 因为我把价值传递的过程当中 很难确定 我有没有做这件事 所以我们以往都需要一个第三机构 比如说我现在汇钱给你 我要靠一个银行 对不对 然后你还要到你的银行 甚至比如说甚至就算你有什么支付宝 你有微信支付 你也是靠微信 所以以往都是要有一个第三机构 但是现在点对点直接的传输价值 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份帐本 而这份帐本不会被篡改 所以其实我觉得区块链技术 就是很重要的一个底层技术 现在大家都看到在什么加密货币上 那已经是很low的 大家现在看到那个NFT 都只是看到说是不是可以卖 什么炒作赚钱 那也很low了 我不是说这不好 而是说现在区块链的发展 已经走到更远了 所以我们现在走向像元宇宙的时代 就是以区块链做底层架构 那你在搞政治的时候 你并没有这一块 就你现在跟我们讲这个好像是 对我们来讲好像是 你早就会的 我交了6年 那谁找你去这个 所以我就说孙大清是不靠政治犯 吃这个犯 他可以混得很 对然后其实你讲 后来怎么样 就是因为我去研究所开课 那你知道我的背景就是因为 我在立法院的时候 都在财政金融委员会 十几年 然后后来我的背景 我又是材料工程的博士 就是工业材料的工程的博士 所以那我最适合去教什么 我最适合去教科技金融 因为科技我懂 金融我也懂 所以但你要教科技金融 那个时间点就是区块链 所以我就开始看了一下区块链 不难 因为对我们这些是学过程式的人 不难 所以我就大概理解 我就去开课了 然后后来接着我就去开了AI的课 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的课 那个也很有趣 下次可以花两个小时慢慢跟你讲 但是我要跟姐姐分享 就是说你说为什么我会到数字王国呢 就是因为数字王国的CEO 是我们台中的一个小朋友 他是在台中长大的 很优秀 现在世界名人了 今年才39岁 他25岁 26岁去救数字王国 当时数字王国破产 被谁搞破产 就是被Michael Bay 我刚刚讲的那个 导演 那个Transformer 变形金融的导演 因为他把整个公司的钱拿去拍了一部电影 就那个电影《大培》 叫做《战争游戏》 我后来讲出来 大家都没人听过 可是因为《战争游戏》 因为我有看过这本书的小说 大培之后就是这个谢安去救 二十几岁的年轻人 花了十几年的时间 把他救起来 那我们公司的执行董事的位置 在我之前的大家都知道是谁 就张善政 张善政啊 他是执行董事 为什么搞到你们两个政治人物 刚好是这个 我就是 不是他推荐我的 不是他推荐我的 就是缘分 然后张善政的前一任是那个谁 HTC的周永明 做我们的执行董事 那张善政为什么会找到我呢 因为张善政不是去选了桃园市长吗 然后选桃园市长不是一直被骂吗 说怎么把张善政什么奇迪 就开始一直骂 就牵连到公司这里来 所以张善政就辞 他就把执行董事辞了 那张善政怎么连这个领域都有啊 他不是挂很多 我不晓得他挂了有多少 但是他就辞了 那辞了之后 我们的CEO就要去找新的执行董事嘛 那刚好他跟我是好朋友 他回到台湾来看我 我就送了他一本新书啊 他说哇 他说你是懂区块链的专家吗 我说不算专家啦 但是我还算懂 那刚好我们公司当时 我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像元宇宙这条路 所以他就说问我愿不愿意加入他们公司 可是捷舞不满你说 他找我的时候 我已经准备要回去选立委了 就是我准备要在我当年跌倒的地方重新站起来 你为什么就不干脆把政治抛掉了 我当时因为我在看到他之前 还没有任何的选择嘛 就是你就面对这场立委选 我本来是要回去选的 我连看板都挂了 然后文学都做了 但是后来我说真的姐 后来他跟我聊聊天说 我这些年来我在学校教书 我觉得教AI教区块链很开心 就是这些很快乐的事情 你要我讲这我可以讲很久 可以滔滔不绝讲给你听 那我就在想说姐 我今年已经53了 我明年54 我再选立委 然后我58还要再选吗 我62还要再选吗 那我当年是多希望能够 这些世代交替能够交到我手上 我当我年轻的时候 那我现在想我现在干脆交给别人 我何必一定要罢的这个位置 而且说实话 政治人物这条路是一条不归路 就是姐 我如果再回去选了 我侥幸选上了 我这辈子就永远只能走这条路走到底 可是我有一点不想 我就想我的人生 虽然可能还剩了几十年 可是我想做更有趣的事 所以当他邀请我的时候 我考虑了大概一个月 我答应了 所以我就加入了数字王国 可是这次你还是萌生要选立委 没有 我就不选了 那之前跟朱立伦那个不愉快 之前跟朱立伦不愉快的原因 就是在我的选区 就是说当时我不想选 我希望找年轻人 那那个时候议长 我们桃园邱义胜议长 他的选区在中立不在我这里 他想把他的侄子送到我这边来选立委 那他不是不好 我有见过他的侄子一次 那那个时候我见的时候 因为我不晓得他背后的一些故事 所以我觉得这年轻人看起来蛮阳光的 我那时候还给他鼓励 就说加油 有问题来问我 我说我也希望年轻人可以解放 你那时候是什么角色 我什么角色都没有 我就是一届平民 但是因为他 我是那个选区的老立委 他总是会来看看我 踩码头 但是后来我们又想到 他才宣布参选之后没多久 结果很多黑资料就被挖出来了 就说他酒驾两次 那酒驾两次就已经很严重了 因为你知道我们 酒驾凌柔人 我们骂酒驾已经是骂得很大声 那接下来又发现他的论文是抄袭 然后还很快就被台北大学撤销了学位 那我那时候就没有办法接受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跟党中央反应了 我打电话给黄建廷 我发简讯给朱主席 我以前发简讯给朱立伦主席 他再怎么样一两个小时之内都会回 从我那次发 几个月来都不读了 不读 不读也没回 那应该看得到吧 我不晓得 他不读不回 那我发的时候 其实我发给他的讯息 我写得很清楚 开宗明就跟他说 说主席我不选 我这一届不想选 但是我希望在我的选区 国民党应该找一个 就是符合大家期待的人来参选 哪怕是一个一张白纸的年轻人 我说我都愿意全力服选 但是现在这个实在有太多问题了 他如果下去选 会拖垮我们全国的选情 他不回啊 我就找他打电话给黄建廷秘书长 黄建廷就跟我说 大千啊 我们现在有国民党 全国好多选区都面临这种问题 都找不到人 我现在一个头两个大了 那我说那这个地方该怎么办 我说我们去征召个人来 他说我们党不能不公正 不能去征召 好 不能招 我说那我们陶渊市长不就征召了吗 那为什么这个立委 不能够征召个人来呢 他说这个其他选区会有意见 那我说那怎么办 我说那这样 他说那你看不顺眼 你去选好了 我说我就跟他说 我说艰庭啊 这样子 我说如果为了党 我可不可以去打党内初选 我把它打掉 然后我不选了 我们再找个人来 这样可不可以 他说当然不可以啊 你既然参加党内初选 你就要选到底啊 我说这不就得了吗 你又知道我不要选 那我又不能够说党内初选 你帮党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再找个人来 那你就等于摆明礼让他了 这是关键问题喔 因为在桃园 没有人敢得罪我们的议长 我们的议长在桃园 你想你很大 你敢啊 你知道我一向就是这种 你党他的人就得罪他 我一向 结果一向就是这种 不是实物的家伙 但是问题就是 但是我觉得没办法耶 后来就一直 我就眼看着党庄不处理 接下来就马上要党内初选了 姐你想想看 我们国民党游戏规则 你很清楚嘛 登记 谁敢登记 我不登记 就只剩下他了 别人不会有人敢来的 只有他一个人登记 是不是就不用初选了 就直接提名了吧 这不是里让了吗 那还有什么好讲的 保送啊 对你就保送他了 那问题是这个人下去了之后 我们国民党还要选吗 前两天我看到这个党内在批 这个何博文的论文抄袭 那你们应该要感谢 党庄应该要感谢我耶 那好歹我当时拼死拉他下来 否则你现在拿什么去骂何博文啊 我们自己就有一个啊 这个状况就存在的 好 可是那时候没办法 我看党庄不处理啊 我就只好说 好 那我同归于尽嘛 我牺牲总可以了吧 我把这件事情闹大 闹到全国都知道 我就不相信你国民党 还敢留这个人下来选 对 所以我就只好 发脸书批了吧 然后就跟朱主席好像就 斗嘴斗了个一两天 然后后来大概没过 就新闻闹大了就对了 对 后来没过一两个礼拜 这个人就退了 就大概也知道说不能够硬干了 所以他就退了 但是因为在那一次闹大过程当中 我同时就把党值也辞掉了嘛 对 所以现在跟那个主席大概 讲话会有点尴尬 不过他大概也不会想见我了 好 刚刚这个大千已经介绍过 你要不要帮我们代劳 又一个donate进来 又一页的东西 WELL 刘冠超 作为对岸网友对老K要整合 提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 把寒冰献出来放民众党不分去 第九名效果会很好 WELL 民众党只有到第九名吗 搞不好会多一点 不一定 为什么那个黄驴锦炉一直六顾茅庐 想要请寒冰出来选中正万华 可是他 那个黄驴锦炉说 第一次是有一点点意愿 可是后来23456就没有 他为什么还摆着呢 我不知道 因为其实黄驴那个时候 因为我有一段时间没有跟他们联络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黄驴那个时候有来问我 那我跟黄驴说 因为我跟他们有一段时间没联络 我不方便去讲这个诗 所以我有把电话给他 我说那你要不要自己打 其实黄驴主委跟韩市长交情很好 对 他们交情上很好 他们三十几年交情 很好的朋友 对啊 然后呢 乌云说要提醒光琴姐姐 吼吼现在是支持核能的 对 他支持了 他规划了16年后 等他卸任再启用核四的计划 对 真的很深思收益 有有有 你讲的真的是内行 他的那个 不管是能源配比 还有他要完成的 那个一 连线一拉下来 对 那蔡英文还说 2025就不归他了 那这个是 对 大家都习惯 都是提下一届的规划 帮帮帮 然后 Zekke吧 蔡他说 身为国民党员可以请猴出来把319枪击案讲清楚吗 我跟你一样 我也很想知道319枪击案的真相究竟是什么 对 然后金展花 国民党再也没有实力和民进党一对一PK了 韩国瑜2020年的552万票是国民党总统的天花板 国民党的板块只会不断缩小泡沫变成民进党一党独大 金展花也未必如此 我觉得国民党需要一次 彻头彻尾的大改变 就我讲的难听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党内只剩下几种人 剩下第一就是正二代 权贵的子弟 第二剩下很多外省的长辈 第三军工角 但是我们缺乏了年轻人 缺乏了底层 就是这个一般的庶民百姓 缺乏了这个中间选民 这是国民党现在最大的问题 可是国民党如果能够彻头彻尾的改变 其实国民党还是很有机会的 但是现阶段的确 我们没有办法跟民进党一对一的PK 没错 然后韩国瑜当时 我忘了跟姐姐讲说 其实我们那时候支持韩国瑜还有一个特点 其实姐姐你知道我在国民党内 被压了20年 你说我没有不是什么特别的 就是亲民党后来搞到 你就是没有什么背景 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好的家世 应该这样讲 所以大概你就是乖乖的在那边待着就好 那么所以我们一直很希望国民党 能够扩大国民党的党员结构的基础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在韩市长那个时代 其实我在选举的时候我很感动 我那时候选搭同士林 你知道我们那个地方有很多 比较辛苦工作的劳工朋友 那个时候你说韩市长对我没有帮助 有一些帮助是说 你知道我那时候在那边菜市场 我从来没有扫菜市场 扫得这么开心过的 就哪怕在我以前的桃园 算是蓝军选区的菜市场 都没有这么热情 可是在大同士林的菜市场 我被英雄式的欢迎 因为他们就是属于台湾的基层 很努力在生活的庶民 他们是支持韩国瑜 所以他们就会说一定要赢 拼着命都要赢 那菜饭抓着你 然后我走在路上 就被疼了就对了 我走在路上还有那种搬运工好感动 搬到好重的东西从我旁边经过 还回过头跟你说 韩国瑜加油孙大千当选 我快拿东西快掉下来你知道吗 搬到好重的东西我很感动 所以我觉得其实 国民党能不能够跟民党一对一PK 给国民党有点时间一定做得到 但是前提是国民党自己要 必须要先做改变 胖番鼠说 国民党的打算是执政十五县市 当然猴科配 但忘记产品是猴 任何人都比他好 所以胖番鼠我的逻辑 我刚刚已经跟姐姐讲过了嘛 就是说国民党如果要推动整合 国民党必须要有这个胸襟站出来宣布说 总统可以不要是我们 如果我们既不如人 我们愿意接受 国民党必须要做这个宣誓 同样的民众党也要做这个宣誓嘛 如果不是我们 然后交给我们第三单位 比如来营的这些社会 这些重要的意见领袖 组成一个委员会来处理 这些都是可以的 所以我觉得其实国民党 当然有很多人会认为 我们有15个县市耶 我们凭什么不行 但你讲的没错啊 就是这不是比谁的县市多 是比我们的候选人的民调高不高 对啊 然后Rowland说 国民党不是太晚提出总统候选人 是产品的产品有许多问题 对啊 你看 与蓝营支持者有诸多未解的心急 再怎么拉抬有限 也不容易得到大量选民的支持 他现在没办法回防了 他现在已经被提名了 所以现在的状况 就只能够推这个在野势力的整合 然后BY说 想问孙委员我是桃园人 桃园区域立委蓝营是不是最 是不是最好可以拿五席 对 桃园总共是六席立委嘛 那么在国民党最好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六席全拿的 可是在这六席立委里头 海线的立委其实是很绿的 所以当年只有廖正景 连续拿下来两次很了不起 那么现阶段我看这个局势 对如果现在来看 国民党能够拿回五席就算不错了 已经算不错了 六席里面五席了 对 然后是不是要离让余美人 我觉得如果这样讲 就如果再也可以整合 那么如果柯文哲 要把余美人算成是他的人的话 那么国民党有可能可以离让 要说清楚 就是你要把立场讲清楚 还不提名嘛 就是会提名 但是也不是离让 要讲清楚 但是如果说 这个提名是在整合之前 那就没办法 国民党可能就是要提名了 所以就是说整合 其实我刚刚一直在讲嘛 整合除了总统之外 立委也很急啊 其实是可以离让的 是可以离让的 有一些是你的人选 有一些是我的人选 这样大家就一起合作 就把国民党最大党拿回来了 你人选搞不定 然后刘冠超说 邓立军张宇生 贩导爱可以吗 贩导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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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也知道贩导爱啊 贩导爱你好厉害啊 看到你的年龄啦 贩导爱也可以啊 问题是贩导爱 他的家人要把 他的肖像权愿意让我们来使用 对啊 而且要想想看要怎么复活 邓三哥是一直很热情 对 所以其实 他只要是一个公众人物 就是我们能够有他 大量过去的影片 谈话 那么我们都可以把它 丢进AI的机器学习里头 去run 你可以把它学习出来 但是前提就是 这样犯导爱也可以嘛 因为他也有很多 各式各样的影像 访问啊 访谈啊 但是前提就是说 他的家人要愿意做这件事情 好 全部回答完了 不能私用嘛 一定是 一定是 对 因为这个版权 不是 消放肖像权问题 不是 一定是在你们的产业里面嘛 对 不可能说 譬如说我是宋仙 我很怀念万水姐姐 说我们帮她复活啊 可以吗 可以啊 你知道 我讲个题外笑话 我们公司曾经在受托 受向华强 香港向华强导演的太太兰姐之托 在她的生日大寿的时候 复活了向华强一直很想念的一个好朋友 那当时是得到了他们家属的同意 那复活了谁呢 我们复活了张国荣 她上台唱了一首歌 然后跟夏华强讲了几句话说 我很想念 夏华强当场落泪了 然后那时候也很感谢兰姐 就是夏华强的太太 她就直接拿麦克风说 很感谢数字王国 帮我们做了这样的事情 要花钱吗 应该是很 那时候成本可能没有很高 但是 接下来她就说 她说那个数字王国的CEO 就是我们的CEO 就正坐在主桌这里 待会如果大家有兴趣要委托她的 都可以去找她 我们CEO就坐在那边想说 哇不得了 现场是刘德华 梁朝伟 谁都来 你知道夏华强的生日谁不来 全香港有头有脸都来 结果没多久只有两个人 就一男女就走了过来 回头一看 容颜的李世聪来了 李世聪大哥真的很厉害 他想的就是你想的 他就说那我们可以 容颜人可以跟你合作 我们帮往生者 来做那个怀念的 怀念的那个3D投影的人 就是做那个虚拟人 这不是不可以 所以你要问我可不可以 我说可以 但是因为我们是做好莱坞的虚拟人 所以我们的成本不便宜 就是你要做个虚拟人 你要投很多人 而且大家知道虚拟人要做到很真 你要更多的工 因为你知道做得不够真 就有一种叫恐怖古理论 就是这个人看起来又 又不像真人 又像卡通人 到底是真人还是卡通人 越看越恐怖 所以你要把它做到真不容易 然后你还要加上表情 什么各式各样的训练 就是你要做到一个 完全可以拿得出来 但是当然你说 如果放个影像出来跟你说几句话 say hello 那当然很简单 就是你输入下去 但是我觉得很妙 所以你刚刚讲我就想到 姐姐你想的跟李思聪想的一样 但是现代版的观落音 搞太多人了 但是姐你知道 其实我觉得如果能够 很多人想见亲人 我真的是这样想 我觉得如果能够 让大家解决相似的之苦 比如说我就很想念我父亲 我总是每次看他的照片 都跟他讲说 为什么你都没有到梦里来找我 人家不是说 人走了都会到梦里来吗 我说你走了这么多年 人都没有到梦里来看我 所以其实我们是很想 我也很想 我只梦到过一次 对不对 人说他不入梦 但是至少你比我幸福 你还有梦到 我多想梦都没梦到过 我们只梦到过一次 其实今天要带大倩来看 我们最新的民调 为什么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 也不是我爆料 其实慢慢有讯息出来 我今天中午访问邱毅 邱毅有时候 他的料 说实在的他都会往前跑几步 不过我也是把他拉回来 就是就现有的料 可能会爆到郭董身上 郭董 郭台铭 他四年前不选 之后呢 有请一个饭局 找我两夫妻跟 带两个媒体人 名嘴去 他四年前的时候就坐我对桌 他就跟我讲他不选 有两个原因 两到三个原因 一个是他妈妈年纪太大了 一个是两个小孩还年纪太小了 你知道选举吗 我觉得未来 因为已经有一点点前菜出来了 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 大倩 你来看我们今天 傍晚的时候拿到的 TVBS周刊 不是周刊 TVBS电视台的民调 你知道 他们这个三十二三 十九 十四 这个是不意外 但是比较意外 是赖清德掉了7% 柯P掉了5% 侯友宜掉了3% 唯一能够解释 为什么都掉呢 他们的解释 有点跟郭台铭出来有关 但是有些是跑到未表态 但是我看这个民调是看第四 你看 我今天跟民嘴同台 有些人说 因为哪个地方 然后柯P用了谁谁谁 当党工干部 那个人曾经把一个女孩 拖到哪边暴打 这个是四叉猫公布的料 所以如何如何 因为一件事情 所以他的民调 结合民调说 说他年轻人掉了 之前说丑女 什么妇女票掉 我说历来不太可能 因为某件事情 而且呢 柯P的支持者 如果是很铁的话 他会因为一个新闻 还没有完全发酵 只是柯黑很在乎的这个新闻 以至于伤筋动骨道 他的民调一下掉了5%吗 不会吧 一定是因为某些因素 但是你看一个 轮到我讲的时候 我就说你看一个 你看里面的板块 如果北北基 猴跟赖 你看26 26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他们这边打平的话 柯在桃竹苗领先 是39% 中张头 云嘉南 高平棚 赖一路领先 我说这个大事不妙了 因为我想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常讲说蓝绿对决 以前这种总统大选 蓝要在南部小输 对 我们讲左水溪 他要在北部大营 因为那是蓝的铁票区 那你绿的 在南部的县市 你要压缩到说 你要小输他一点点 那你看到北部大营 然后决战中台湾 以前都是这样子 以前都是这样子 可是你这个板块 侯友宜的本命区 我们讲说大台北区 讲话案执政 像刚刚那个谁给我们留言 金掌花 好我跟你讲板块论要怎么看呢 北基移都国民党的天下 而且是北北基移 我们讲说移花都算东部好了 大台北一直到桃源都是国民党执政 那可是在北北基 猴子只有拿到26% 他没有大赢 他没有建厂 没有因为你们执政 而赢过赖清德很多 然后陶竹苗 你看陶竹是高宏 也说是非绿的 苗也是中东井 系出蓝营的 这个地方科匹 有他赢的道理 因为他的本命区 新竹人 可是你从中张头 中台王是鲁秀燕 你中张头一路输到云嘉南 别忘了云林 嘉义士 然后你说高平棚就算了 那这从中部一路都是赖 而且他领先是大幅领先 他大赢 就等于说你北部没有大赢 中部也失守 那你到南台湾他大赢的话 这个局大概就这样定 你很难在板块在几个月间 迅速快速挪移 因为有关系到组织装脚 跟你的这个选民结构 应该这样看 我是看到这一份 喜好度侯友宜最差 你在看其他份数 这是汇流 这份好玩的 汇流试图把四话跟手机 看看会影响民调 他做了两份 所以一个是没手机 一个是有手机的 你就看到数字很不一样 这个我们就不细谈了 但是我跟大家讲 你看 后宜在手机 手机大部分都年轻人用 只有7.3% 刚刚也看到喜好度最低 年轻人也是最低 就算是四话 也是我看 40岁以下 这边也是40岁以下 我们讲年轻人 他只有7.1% 怎么改变呢 对不对 还有说 柯文哲吸收蓝军选票能力 因为郭台铭出来了下滑 也是他跟赖清德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 另外还有一个 我也折业起来了 就是说 原本不挺喉的蓝军选票 就是他暂时 就是邱毅讲的parking 暂时寄存在柯文哲身上 可是郭一出来转到郭台铭身上了 所以导致菲律阵营中三个人差距接不大 三个人差距接不大的这个汇流的结论 跟我们最近常质疑 但是你不得不采用的 就是没到电子报 他以前是一千多份一千多份 三天做 连续三天做 可是他现在又滚动式 他就是一天四百四百四百 有时候跨啊 周末假日不做 可是他们的结论都一样 你就看到一字头 谁跟谁麻花 就是这三个人差距不大 没想到汇流他的结论也是一样 好 我们就看到这个看板 这是刚刚的文字哦 看这个就清楚 我给大家瞄了一下 一个是有手机的 一个是没有手机的 好 你说这个 好 35 15 16 10 他转到未表态 郭出来以后转到未表态了 你看他们三个人是很接近的 好 如果说 这个另外一种 赖清德是略微下降 你看 这个是有加手机的 这个有加手机的 刚刚这个是只有四话 加上手机 赖清德他就跌破了 没有那个35% 跌破三成 下面 柯文贼还是最高 23 好 因为 加入手机 对柯P 真的是比较 有用嘛 齁 那其他两个还是一字头 差别不大 那这两份都是郭台铭店后了 所以那个刚刚问大千 我要讲的是说 之前张嘉宜 在16年前 因为他要出版郭台铭的书 结果里面对郭台铭负面报道很多 那后来有中间人穿梭 而且里面不拔资深媒体 过去还是我的长官 谭成的交易是3000万 结果就在取款的时候 张嘉宜跟他的先生两个人 因为郭台铭报警 把他们抓了 恐后取材吧 对 恐后取材 抓了入狱了 就是一个媒体的一周刊的记者 最后入狱了 结果他在四年前郭台铭 他参加初选的时候 或者是搞第三次例 最后并没有进入 最后的这个独立参选 他那时候 只有看到媒体人跟他接触 包包里面装了所谓的 什么有关郭台铭的料 但是那一次没有出手 谁 谁跟他接触 其实这个跟大千 大千现在抓到 我就可以谈了 以前有挺寒的资深媒体人 他说郭如果一旦出来的话 他要丢出那个伤害郭的 人身攻击郭的 至少有三个案子 郭的吗 可是姐姐你有看 你确认那是真的吗 有这样子不见得真的 我觉得 不管那个 可信度高吗 不管那个料是真是假 但是当时候 他们就有跟张嘉宜接触 可是你可以知道 张嘉宜四年前 并没有出手 因为郭没选 对 可是这一次他出手了 哇 天哪 你看 四年前那个料 我大概知道是哪些 因为跟他接触的媒体人 有一天找我喝咖啡 因为他也想 跟张嘉宜接触的媒体人 对 因为他也想了解 我手上有什么 韩国瑜的料要报 那所以他跟我见了一个面 那因为我们无话不含 三十几年的老记者 老同业嘛 那他有给我拿出一些文件 虽然是旧的 旧案 可是他给我拿出 至少有三个案子 那我有 这个讯息 我有告诉刘又彤 我有告诉刘又彤 那就是在那一次 就是他们有找跟张嘉宜有见过面 可是这中间那个细节我们不知道 可是以这一次选举 今天早上我就结合邱毅上我的节目 他就讲说 这个马上 那个 连国民党 一位侯的后援会 群组里面已经丢出来了 对 就是在这个 张嘉宜他丢的是一个老处女 姐 你看我多外围 我都没看到了 我讲影片 没关系 反正结合不见了 好多会员会都来了 都都来了 我都没看到 就是有两件事 一个是上礼拜的新闻 好 张嘉宜他把 一个如果没记住 是28秒的录音档 他保存了16年 哇 就是譬如说以前 我们在时报中 我也访问过大千 对 那我的 我干这个记者 我是从来不录人嘉宜 我知道 你有跟我说 这是我的 对 我 怎么在业界混的 你们会 才会信任我嘛 我最多我用笔 笔记 我从来不录人嘉宜的 可是一周刊的操作 他们有狗仔啊 他们的采访 他们可能会录音嘛 你想想看 你看我们那时候是用录音档耶 录音笔耶 我们没有手机这种 可是他可以把录音档留那么久 好厉害 他现在丢出来 丢出来 虽然是28秒 那郭台铭被堵到的时候 他就很生气 他就说他侠怨报复嘛 可是他并没有针对录音档里面呈现的 似乎是事实 他似乎私下骂过蔡英文老处女 你想想看那时候 游乐侠你记不记得 在立法院的时候 我记得 那时候蔡英文是陆委会主委的时候 也骂她老处女 引起渲染大波 就我们很多媒体人 或者说像邱毅他都认为说 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如果你私底下骂过蔡英文老处女 你就说抱歉抱歉 我这样对你不敬 不是说你单身 你单身像我妹妹 我小姑也是单身 你不能应该 不能因为人家没有结婚 或者是要讲一下说 当年我年轻气盛 对 你骂人家老处女 你觉得这很抱歉 或者年轻气盛 那时候真的年轻 16年前就算年轻了吧 对 那可是这个小事 小事你就说 以后他可能 因为辖院抱负 可能还会丢出很多东西 大家就放轻松 就是我们轻松看待 就是我选举 总有这些事情 我觉得轻描淡写就带过 没想到就是他们这个危机 并没有应付掉 结果后来 我不知道邱毅所指 侯友宜他们的后援会 就是他不用进办 他不用进办的管道 而且他用外围的后援会 白手套 他们有成立群组 有人丢出来之前 易中刊曾经做封面 我现在都还留着 就有关 其实大家在网路上也可以看到 你记不记得有一个 陈崇美事件 我都忘了 就有关系到 以前郭董的一段绯闻 陈崇美是个女的吗 对 就是那个 过去《易中刊》的报导 那个报导 其实在网路上流传 他又突然见了 侯友宜的后援会的群组 在那边分传 李德维之前 国民党部分区立委 以前要挟过 就是说 你如果敢怎么样 不守承讯的话 我们会把你过往 一言一行 都丢出来 就一路上看 其实今天中午 我们就讲说 如果国民党 朱主席 你们侯友宜现在 有本事 你民调冲第一 你有本事 你可以足以跟赖清德批敌 就算是过不出来 你侯友宜也都是老三 那有一个选战 你要选到这种地步吗 你容忍你的下面 你国民党人 或是容忍侯友宜 或是侯友宜进办 或是侯友宜的后援会 或侯友宜的相关外围团体 你打选战可以打到这种地步吗 你要拔槽吗 你要做人格毁灭战吗 这样战役你要这样打 那会有几个损失吗 你未必选得赢 但是你对郭台铭人格毁灭了 第三个整合就不必了 对不对 所以不晓得大千 你看这个未来可能的 这个情势发展 如果国民党要靠这样的 来选举的话 建议到如果是 我是侯友宜的幕僚 或者我现在是国民党 主席的团队的幕僚的话 我不会建议在这个时候 去用这样的方式打郭台铭 因为你刚才公布的那些民调 没错郭台铭分走了蓝营一部分的票 可是郭台铭也分走了赖庆德的票 大家如果仔细看一下 他不是从赖庆德那里分成1% 2% 他也分了几%的票 对 所以我在想说选举刚才一开始讲 他就是一个数学游戏 那两大就是排名第一跟排名第二 这个在野阵营的人先整合 接下来去整合老三 如果最顺利都整合在一起 那你当然就比赖庆德高 所以整合郭台铭 最后还是一个必要的方向 不管郭台铭要不要被整合 可是你都要留一些余地 就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自己 也能砍成这个德性 这一点好处也没有啊 你就不是便宜了赖庆德吗 他躺在那边笑死了 就看着侯友宜跟郭台铭 两大阵营互砍 然后对啦 杀敌1万我们也要自损8000 更换我们现在也没有 多那么多8000可以损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真的不觉得 这个时候需要做这件事 就是说能够多交一个朋友 在此时此刻总是好的 尤其是我们现在是要推整合嘛 我们没有要说独立作战选到底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我认为我至少认为啦 这个时候抛郭台铭这个 如果是侯伴他们这样抛 是不聪明的 就是如果今天我在里头 我绝对不会建议这个事情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炮口对好民进党 你就当反民进党的盟主 那你就要每一个议题你都要发声 每一个议题你都要讲到重点 每一个议题都要能够 变成新闻的下标 同步赶快修补 我们跟蓝营选民的关系 用这个道歉的也好啦 用软性的也好啦 用各式各样动之以情啦 数之以礼都可以 把我们的弱点先修补好 那我们不是不能占啦 我们当然是可以占啦 可是如果一路过来都是很错误的政策啊 就是我们浪费时间在很无谓的事情上 前一段时间浪费小刀去砍党内同志 现在又跑去砍了郭台铭 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就我们的敌人到底在哪里 就是你对着民进党走 你就站在那个位置啊 柯P前一段时间 之所以可以独领风骚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会认为 柯P才是反民进党的盟主啊 他批民进党不会批得多令人解气啊 那你们国民党在哪里啊 所以其实我认为说 我们要抢回这个位置啊 那你接下来的民调自然就有可能 至少比现在更有机会能够上涨啊 否则这样再拖个几个月下去 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奇迹或出现 因为你现在你看这个民调 我刚刚特别强调我们是随便抓今天的啦 你不管是哪一家的 郭台铭他没有变成菲律共主的那个第一名嘛 对啊 那现在打什么 其实很显然 浪费时间浪费子弹 而且也没必要 说实话真的 他想把锅彻底踩下去 以至于说我拼个菲律的第二名 我可以一旦整合第一名跟第二名整合 那可是你要把也用这种奥法 你那个实说实在 那是过去一周刊的报道 也不是新闻 也不是新料 你扯人家二三十年前的这种 我是觉得其实 我觉得太low了 太low了 他分事的选战没有必要 如果你今天是要打弊案 我没话讲 真的 如果你今天不是要打弊案 就真的大可不必 而且我还是说就是 你知道我跟郭台铭并不熟了 说实话他也不见得很喜欢我 我也对他可能有意见 你知道好像有谁推荐你去 我忘了 但是尽管如此 我还是认为 不管怎么样 郭台铭至少不会是我们的敌人 他可能跟我们关系不怎么样 可是我们未来可能 还是有一点合作的可能跟空间 就是他上一次去退选了 他这次搞不好也最后 看起来他也变不了老大 他最后也有可能会接受整合 你看他再怎么差他都10% 而且浪费时间在一个10%的身上 你为什么不把火力 放在35%的赖清德身上 赖清德你讲对了 你不觉得你们最近的战力 我不知道 你看 不知道是谁先打出来的 我不认为是国民党先打出来 你说我们那个鸡蛋是不是又缺了 还是我们一路靠进口 其实在我们今天 国民党打出来 是你们国民党打出来的吗 而且我觉得国民党 我们有不错的立委 就是像王鸿威 鸿威就不错 你还记不记得 九天玄女也是他打的 对 从云豹能源一路打到九天玄女 对 那这个案子呢 其实 陈希仲部长你也不要说God 因为你用膝盖想嘛 去年9月才成立的艺人公司 资本额50万 他怎么进8千万颗蛋呢 而且巴西也有禽流感嘛 这个我们上次找小新来讲过嘛 而且你的每颗鸡蛋补助 今年三四月才是19到24块 可是你现在补助价格越来越高啦 32块嘛 对不对 那超市公司是不是要起底 那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也讨论过 你把资料公开不就得了嘛 对不对 像媒体一直在追 这些案子嘛 还有一个 这个大千 因为你有小孩嘛 你知道这个赖清德似乎 他在2017年接任格会 你记不记得有个政策 等一下姐 我刚刚看到那个 我们万事通事务所的留言 对不起 因为我们有特别注意这个新闻 所以也许是照他所说的 并不是国民党先打的 是林北好友的脸书打的 对 这一点我要先做点修正 其实林北好友 他先在他脸书上披露 最早丢出来是我们 阿姬啊反抗军 我们节目讲的 后来成为一个新闻 或许林北好友的脸书 大家也看到 所以在那个蓝营 就剪到蓝里面便是菜了 所以拿去打了 这长一阵子 如果没有这个新闻 那请问国民党在战什么 对啊 我就觉得 在打 有打商业周刊啊 打人家媒体 打人家小编 而且打错了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用 我们的有限战力 去集中在对我们 效益最高的事情上 就是我还是认为 这个时候我们的目标 就是民进党 也不用去批什么科匹 也不要去让费时间 去打什么郭台铭 就大家先维持一个好的关系 想办法找人出来 你说我们自己可能 没办法出来讲 你总可以找其他的大佬 出来瞧一下吧 对 就是我们蓝营有这么多 意见领袖 就算不是蓝营的啦 反民进党阵营的 社会贤打也有不少啊 就拜托这些人出来做公道活 把这事情瞧一下 做一个整合 所以在这个时候 国民党要想的应该是什么 就是整合是一条必走的路 如果不整合 大家就不要选了 现在也不要浪费时间 连看板都不要挂 申念钱 因为你也不会赢 那整合既然是一条要走的方向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什么 我们要做的是 我们要赶快拉我们的气势 我们要怎么样拉我们的气势 我们要拉我们的气势 不是去打旁边那两个人 我们要去打前面那个人 对啊 所以今天不管那是不是 林北豪有出来 但是国民党接着就继续追嘛 就我们继续打 侯友宜打啊 为什么打呢 这个多好打的事情啊 对 今天你想想看 这个难道这个如果不是弊案 那到底什么叫做是弊案呢 这个案子其实我在 上其他节目的时候曾经讲过 他都可以被举发到地检署去 他是土利也结 这个你当记者这么久 是标准的土利罪 有那个雏刑 对你怎么会去土利一家 没有经验 资格不服 甚至连门槛 都没有达标的一家公司 去承接这样的事情 那这么多 中华民国有这么多 可以进口蛋的大公司 都完了吗 就只剩下他了吗 可是姐姐你有沒有发现 民进党擅长干的就是这件事 但是这样 好 那个快筛也是这样啊 快筛世纪 对也是要来个什么 各自这样的稀奇古怪的小吃店 他也可以去买快筛 小吃店啊 书局啊 什么都来了 我们的疫苗不是也是吗 不要买 不要买国外的疫苗 就是为了要国产 国产国产疫苗 所以民进党一路过来的 他的模式 电 一样啊 台湾人民缺电缺的钥匙 怕断电怕得要命 好 民进党就有理由了 说那我要高价去买电 所以去买绿电 那你正正当当去买绿电就好了 就你的绿电全部都是 你们自己人去开的公司 去承包的绿电 这不是一样吗 而且我跟你讲 民进党最好操作什么 翁启慧 不要在那边挨了啦 翁启慧那个号顶案 那是我打的啦 你挨什么挨 你做一个中原院的院长欸 你做个中原院长 我打你那是上班时间 一上车就炒股 对不对 你还用你的女儿的名字 去隐慧嘛 我打你有什么不对 因为你是中原院长 你不能干这种事情 当时候是想你这个 结果你后来经过司法 那是司法上的事情 对不对 监察院那是监察院的事情 可是你当初是做中原院长的时候 那会有争议嘛 我揭法你号顶案 那时候我用脸书作战嘛 揭法你号顶案有什么不对 你这样子试任中原院长 结果绿营就会给你扭曲说 后来还人公道了 你看都被污蔑了 那当初我们打雨昌案 我请问你打雨昌案有什么不对 打雨昌案有什么不对 当时候一个副院长 跟一个院长之间 院长苏贞昌他不敢批的这个公文 那个我都还留着耶 那个公文是副院长代行 而且他旋转门 他有旋转门争议 为什么 后面那个国发基金 进场补充的时候 就等于说 我之前批的 然后还有一个何美月 我之后 我离开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个国发基金 照样发出那个 应该算是补贴 补助嘛 对不对 那时候讲的那个A案B案 就说 你要分这个三阶段 好像这个 那个详细的就是三阶段 他们发明了一个B plus 意思是说 我还没有到达那个level 可是我用一个B plus 混冲 所以他就 钱就补贴下去了 补助下去了嘛 这中间 那时候雨昌案有争议 后来那个因为 刘亦如 他们在公布相关的资讯上面 他有个粘贴上的错误 刘亦如 后来被告 他们后来和解了啦 那个案子很复杂 很多事情 很久了 我说实在有些事情 当初是有争议的啊 不是用最低道德标准 不是用最低的司法 对政治人物来说 他不是只有法律的标准 你还要有政治的道德存在啦 对 对不对 然后什么东西都说愿望 我请教你 一个去年9月才成立的 这个艺人公司 他只做一件事情 买蛋 是吗 你现在讲的这个吗 50万 我去50万成立一家公司 而且艺人公司 我也不会啊 好棒 我会不会 我会啊 以前我们也成立过公司啊 可是好事不会掉到我们两个头上 我只做这个事情 为什么 因为关税营业税都有人帮你负责了嘛 不然你光是那个30%的关税 几%的营业税 你就一家50万的资本额的公司 你哪有这个钱啊 你要进货柜 你哪有那个钱周转啊 没错 所以你讲到重点了 对啊 而且你只有50万 我讲到重点了 对而且你只有50万 我是凭印象在讲 你又不是那个 你又不是说很有经验的 在这个业界有名声的 人家凭什么要卖你啊 对不对 人家也要想想要卖你 你哪里蹦出来的啊 对 所以你背后 你背后一定要有人帮你顶住嘛 就是你显然一定要讲说 我背后是谁 我告诉你 我背后有谁 所以一定就是没有问题了 搞什么搞 为什么人家要卖你呢 对啊 这不是很奇怪吗 那大家都有质疑 你来搞啊 对不对 陈希仲我也访问过他好几次啊 部长 以前是主委 你搞什么搞 你把资料摊开 这家要起底嘛 是什么公司啊 这非得是他 他就八千万颗蛋 哇 那国家需要他 变这个鸡蛋国家队了 对啊 对啊 他们都是什么 他们都什么都是国家队啊 他比那个台农 那个政府的 才真正的国家队 他还要有 那个才是国家队 那些才是国家队 那家才是 对 台农发 台农发 他比那家还勇啊 你说你用膝盖想都知道这个东西 暧昧不明嘛 不用公布啊 还有一个 其实我觉得好奇怪 我就觉得为什么台北地检署 不分案侦办啊 按照我们过去的经验 他会简报嘛 对不对 这种有争议的案件 通常台北地检署会简报 简报之后就交下去了 分案侦办 为什么到现在为止 我看不到台北地检署的任何动作 这个我公开曾经喊话过耶 我说检察官不要去睡着了 这件事情 为什么我可以不办呢 这么明显的徒利行为 我有时候看到那个报导 他打这个打那个 他讲说那个 当初冤枉翁启会的就是谁谁谁 好像最近是扯到什么李彦秀还是谁的 反正就是常常看到这些报导那边 冤枉谁的是谁 当初他怎样 那个激进党出来打 我想说 我也不做闹种 浩鼎案 翁启会那案子是我打的 我在脸书上打的 这个我记得 对不对 你来找我啊 我们这样子去质疑一个那个中研院院长 有什么不对 跟过去的那种 那种一身清廉 就是说那个严手奋进的那种院长 差很多嘛 就是你符合了 你可能没有法律责任 可是你不见得 你没有行政责任跟政治责任 这个做政治人物 不是只求最低标的耶 我跟你讲 我文章出去把他拉下来了 对啊 他下来了 我做记者 我讲有几次 我出手的东西 我好几次把 把那个像 文章会把他拉下来 我讲的不是后面官司 官司你自己去打 我把他拉下来了 因为那个案子 案情一跌 就是你跌上去 后来陆陆续续有人给我撂 对不对 后来把他们起底了嘛 你中间什么关系 你知道我后面是台大的团队 越扯越多了 你知道后来他们要跟我 跟我比战的时候 他说黄光琴你不懂 对啊我不懂啊 我后面有团队啊 你知道他们发来那种 要告我 要澄清的那个 罢了他们 他说 我记得那个时候扯到 另外一家的 那个银眼梁 真的吗 银眼梁 他后来说我不懂 说我是一个政治记者 我怎么懂 后来还把台大团队出来 那都是教授 助理教授 他们出来 他们应该也看不下去吧 就是他们 因为我是一个政治记者 我哪有那些料呢 对不对 后面有人嘛 后来我 对啊来了这三点 我怎么回 我给他们 他们专家回 跟你对 后来就没有声音了 就收手了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 没有那么容易啦 你看到国民党 剩下一个王洪卫在那边打 对不对 他发表那个 不自杀声明 对不对 对他在绿电的这一单上 我相信一定得罪了很多人 我过去当立委的时候 我也打过弊案 其实打弊案的时候 心理压力是很大的 对 因为你会怕嘛 你惹不起 很多人是你惹不起的 最近七年九合一到现在 发现国民党没站立了 只有这个 那你信手拈来 你看 这个是我们制作单位准备的 Gossiping这个看板上面 有一个超级烹火龙的作者 H2 他真的很生气 这我们做家长都知道 四班一百个人 只有一个人听懂 双语教学下的 对啊 这个所谓的英文 为什么 因为副总统赖清德他2017年 他接任隔魁的时候 他就开始规划2030双语教学 2030双语教学 双语国家政策 那国发会和教育部还推出 2021到现在2024双语政策 目标是要在高中以下学校 运用英语巨型多领域的学习 并且在大专院校设立双语标杆学校 培养本土双语人才 政策目标很宏大 但在中小学执行的出少 出现不少段行 我跟大家讲 这个家长后来卖一句 这种东西语人会学好 我输你干 他说教育部门的长官脑袋 是在夹赛吗 你告诉我这他妈的 你不忠不息的东西这是什么 学校要求写的 因为他看他小孩的联络簿 你看看 不忠不息在这里 大家你看这边 我看到好好笑 夹本 这个是什么 page 15 Fifty One 这边有 又中又英 Chinese 他没有办法英文整句 中文整句 就是中文写不好 英文也不行 对 好 这边还有一本 这是一个家长的 他后来叉叉叉 他就是给了这两个 联络簿上的 这个我们把它放大 这也有啦 你看这 他用那个罗马拼音 签笔 这是什么笔 签笔 好像是Chinese 对不对 Chinese C-H-N-E-S-E 可是是什么笔 他不晓得他写什么笔 C-H-N-E-S-E 中国 Chinese 什么笔 不知道 对 你看他整个 都有这个 这是什么 Circle 对 Circle 圈的题吧 对 你看如果一个家长 拿小孩的联络簿 每天看到这个 不中不息的 这个是 他小孩是 在这个年度里面 是2017年开始 现在都已经2023了 2017年 赖富他当时候做行政院长 他推出了这个双语教学政策 到现在 2018 19 20 21 22 23 六年了 不是姐你家也有小朋友 我们家也有小朋友 我们对教育应该都很失望 有双语吗 没有双语吧 有 可是他 你为什么觉得没有双语的原因 是因为根本没有足够的师资 没有足够的师资 所以你完全没有感受到 对吧 因为如果真的有的话 你就自己知道 所以其实都是送去补的 都是家长花钱去送去补 你跟到一个好老 你只能这样 我就觉得说 不是不能推双语 可是你总是要 充分准备再推 否则你会觉得 我们小孩累死了 那么一大堆稀奇古怪的花样 你想出一个花样 就来一个花样 你来一个什么母语 本土母语言 我就要多一门这个课 你要再想一个双语 我再多一些 一直不让人下去 最后的结果 是什么都没有 我们那一代 真的 我们那一代要学好英文 说实在很难 那是空中英语教学 早上起来听 但是我们还是认真的 我们还是认真的去学 很难 很困难 对啊 但是你看像现在 你不觉得 我觉得现在的孩子 现在教育最麻烦的是什么 他们中文都很糟 今天你知道吗 我看到我在学校 我在学校教课 我看到我学生中文程度 我就傻眼 就是他这个中文你看他写不了 中文都很糟 作文回家路上全 这个字也不行 周日三 周日 周日 这是什么啊 周三啊 3月3号是不是 周四是什么 真的看不懂了 这个什么比 的 的 of the book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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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看不懂 看起来好像是 the name 是不是 the name of the book 好 话重点 77 77 77 紀錄 English page 50 76 怪不得家长会会 懂啊 对啊 你看到这个我小孩 你小孩 我们两个小孩 我的联络部是这样 你跟我早就翻脸了 你到底在教什么 老老师写个中文就好了 有这么难吗 如果你英文没有办法 全部都要写全英文 哪有人写联络部 还要这样子中英混杂的 对 其实我是觉得藍莹到现在 我们时间快到 我们做个结论了 其实腐蚀皆是 藍莹到底怎么了 我们讲国民党怎么了 就知道耶 我如果现在还是立委的话 当然我就一定很认真 天天打弊案吧 因为其实弊案真的太多了 多到你都不用太怎么找 他就有来了 对对对对对 问题是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只能够 尽我们一分力了 对好 我们应该后面还有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念完的话 我们明天再补充 还是我们等一下可以送进来 我最后瞄一下 我们的双语这个题材 其实很多题材 都一定跟民众息息相关 张姐姐说台北有区域限制 学区划分 然后台湾官方说双语很难的 语言需要环境 对我们台湾的这个环境 就说真的没有那个 给小朋友适当的空间 我看到Roger写的最好笑的 Roger你真的好有才喔 说到那篇联络不可 真是令人想骂他妈的 真的我给大家看 就这个他家长后来上那个gossip 他后来真的想骂干 但是他把他有干开 有干开 真的好有才喔 真的说实在的 執政嘛 要你这个執政党 对不对 那你執政就说 在野党就要发挥那种监督的力道 对啊 就你轻松的也没有 是 然后我要跟张杰杰说 张杰杰你放心 国民党内还是有很多人会 希望努力改变国民党 再给我们国民党一次机会 对啦 早上看个林涛 在打超私案 我跟你讲喔 那个收音有问题 他就很可笑的 他就很可笑的 变成这样 不是那个林涛可笑 的 就是那个技术问题 超超超超超 超超 超超超超超 特效 不会是我们数字帆国座的特效吗 就是说 去年 такое 他是音响问题啊 医人民公司 後來他調整回來了吧 後來直接就轉調了 這個國民黨真的是 好好想要請問 是否已取得張宇森的肖像權了 大概哪年會有演唱會 謝謝孫大謙直白的回答 許多政治問題 好 如果我的了解沒有問題的話 應該是因為我們已經在 朝這個方向來努力了 那你說什麼時候會有演唱會 因為如果大家熟悉AI就知道說 他其實不是只做一個虛擬人 因為你要做很多machine learning 跟deep learning 你要跑一些訓練 所以你要輸入很多 大數據的資料什麼 他可能還要一些時間 但是我真的有想過 就是說如果成功我們就這樣做 最好還可以 如果我們多幾個角色 我們還可以辦一個聯合演唱會 你知道嗎 鄧麗君 張宇森 張國榮 梅艷芳一起來唱 那我們最近公司有考 張宇森應該找阿妹跟陶靜英 也可以啊 大家合唱 我們最近有常常在做 類似這樣的演出 比如說像前一段時間 是不是那個誰啊 周森跟大陸的那個江蘇 周森跟鄧麗君的 在春晚唱嘛 後來是鄧麗君跟王秀林 在北京衛視的春晚唱 所以我們也希望能夠在台灣 而且台灣還有很多這個 經紀人打算要做虛擬偶像 就是虛擬的女團你知道嗎 或者虛擬的男團 那你要怎麼打造就隨你打造了 那所以未來有很多很好玩的事情 不要打造媒體圈的 對啊 不要兩者混 不要到時候我們不必最多名罪 虛擬人報氣象可能還可以 那報新聞如果是造稿唸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你說虛擬人要去做直播不行啊 因為這個是需要對談的嘛 而且很多報導 比如說傑英以前在做文字 我覺得就做簡單的報導 你說現在ChapGPT可以 可是他不可能取代真正資深的記者 因為資深記者寫的文章是有內容的 你是有感情的你知道嗎 這個ChapGPT或者是AI還做不到 好 現在什麼 你看下一個是你的了 獵戶座說想聽你吼吼吼 吼吼吼吼吼吼吼 我跟你講今天有小報的一個料 就是剛剛邱宇跟我 大概我們有接到相關的訊息 都是一致的嘛 就是你吼友宜 你不要管朱立委員 更不要管金補充 你要打什麼選戰 有沒有本事一回事 你沒有本事 你還放任那些人搞 人格毀滅戰 你靠這樣子想要打這場選戰嗎 我覺得這個如果是你的後援會 已經開始有散播這種 人身攻擊的事情 拿那個舊紋在那邊操作 你們跟周宇寇什麼兩樣 我說穿了 你們跟周宇寇在去年九合一那邊 對不對 你們跟人家做手法什麼兩樣 這是很low的一個選舉方式 要就比政策嘛 留一點餘地將來好見面 你後來也做個小隊長啦 要找以前曾經跟你一起同甘苦共患難那些 你的過去的幕僚 不是幕僚 過去的同事出來報嗎 你也曾經有年輕發跡的時候嘛 你們那時候的什麼警戒文化是什麼 不要搞這個啦 劉冠超說郭董現在應該懸賞 找出林秉書的錄影筆 這個比連署的Pose Down有用 對 胖番鼠 猴本人好像沒打賴披菜過 憑什麼當在野共主 柯文哲和立委候選人 反而比較努力監督民進黨 對啊 胖番鼠 就是因為您剛才講的這個 就是我跟姐姐說的嘛 就是這就是為什麼 很多藍營的選民最後 把支持都放在了柯文哲的身上 因為他看起來 只有柯文哲跟這些立委在前線作戰嘛 對啊 國民黨要搶回主導權 這侯友宜自己要思考的問題 我常常看到有一些資訊 侯友宜就剛好止步在 蔡英文跟賴清德前面 聽清楚 你剛好止步在 你們的火網攻擊 輪到你被堵麥 或是輪到你面對同樣的話題的時候 你剛好在敏感議題前面 在賴清德跟蔡英文面前止步 屢四不爽 那今天阿扁還沒有推出 因為你是扁家軍嘛 那這個過去319案 連家真是厚道 連在先跟連勝文現在 還不是跟孫大謙一樣 為了國民黨 為了你國民黨正式提命的侯友宜 319要你還是要你交代清楚 可是人家也算了 鼻子摸一摸 頭說一說 只好挺你啊 對不對 好 拿出一點傢伙來嘛 不要每天那麼警察故事 上節目還帶兩個保姆去 人家前面的陣容是 介文集跟郭正亮炮火火網 針對中天請來的柯文哲 同樣是候選人啊 為什麼你上陣帶兩個保姆呢 那個旁邊儼然是旁邊觀眾就想像得到旁邊那個保姆帶在旁邊 你知道嗎 出去有Baby要到那個廁所去幫他換尿布 那個包包裡面堆了一堆 有的尿布 有的那個獅子筋要擦屁股的啦 擦一擦 擦乾淨的啦 各種道具還有奶瓶要喝奶瓶的啦 道具可多了咧 這個未在先半帶兩個Baby 你自己是Baby 帶兩個Baby seat 講得就好笑嘛 怎麼有這種候選人啊 這樣這麼有沒有太兇 真的我跟你講年輕人都比我會罵 我也只能苦笑啊 因為對不對 就叫你去酒店不要帶扁東嘛 你帶兩個扁東去 你接受訪問你還帶兩個Baby seat去 尿布包還放在旁邊 還帶到廁所去洗 對不對 人家是怎樣在應付那種尖銳的兩管炮 而且郭正亮跟介文集 都是你們桃灣城的班底不是嗎 都在你們那個這個 所謂我們講這種清藍的 非綠的這個節目在上嗎 對不對 連這個都不敢接招 帶你們兩個這個一個政策委執行長 然後帶一個你們那個 跟你你好我好的那謝龍健去 你乾脆直接訪問他們兩個就好 都多你一個了嘛 主持人跟他們兩個聊得起來 就多你做那幹什麼呢 都不好講了 那話太兇了 胖番薯說 猴本人好像沒打過 這個剛剛念過 壞掉了龍龍酒 好有有歸納出來嗎 這批蛋至少要三百個貨櫃才能送來臺灣 請問貨櫃一條一條進來 對啊 你五十萬的資本和公司 你 而且龍龍酒後面還寫得更正確 沒有倉儲 沒有冷鏈 怎麼處理的 對啊 對啊 怎麼處理 也抱一下 我們全台灣所有人有資格五十萬 去成立一個公司的 而且去年趕快確斷的時候之前 弄一弄 沒有巴西管道也變成有巴西管道了 加上鋼 我們怎麼不早告訴我們 我們倆沒有檔政 我們如果有檔政的話 現在我們倆可能也是某個綠能公司 對不對 我們倆也開個什麼綠能公司 包下某一個地方的綠能好了 資本額五十萬 你成立完公司那五十萬 還可以退回來的 不好講 這行業業內的所謂大家 沒五十萬搞不好一毛錢都不發 不花 因為那個五十萬是成立公司 你手續辦完那五十萬可以拿回來的 不好意思 有時候是會計師借的 好 一個人要怎麼安排三百個貨櫃 從巴西運到台灣 然後沒有倉儲沒有冷鏈 這一人公司可以打爆一堆上市上櫃公司 貨真價值的好幫忙 不要囉嗦了 你就直接把那個資料起底公佈 它怎麼辦到的 變魔術嗎 神通廣大嗎 下次找我啦 五十萬好解決 記得通知我 我也要 關稅有人幫你處理 貨櫃有幫你處理 然後你還可以讓你賺那個差價 對 就是說你要有利潤要扣下來 讓政府再補助 看還欠多少 政府都買單了 有那麼好看的事情 八千萬 對 這只有發生在民進黨內 通常都是這樣 對不對 好 永冠三軍啦 謝謝啦 這自從那個疫苗 快篩四季之後 資 又一個所謂的 還有綠能之後 綠能之後 綠能要把它掀啦 不過也沒起底出來 哈哈 如果再用517的招數 誰敢進整合的這個團體咧 那誰做保證的 不是到時候被你們國民黨害羞 所以要找社會嫌拿來做啦 對對對 好 謝謝 謝謝大千今天參加我們的節目 閒聊啦 好 我們明天同個時間 我們空中